我們進度呢 今天稍微往後跳 我們來到布景結構概論 那這一張特別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懂了材料之後呢 你下一個就是結構 就是舞台嘛 舞台就是很具象的 對吧 舞台有布景有道具 對不對 服裝 服裝基本上就是布布布布布布 很多布 對不對 舞台的材料很多 我們上禮拜學了哪些材料 我們複習一下 上禮拜 上禮拜 是嗎 是上禮拜 我們上禮拜學過哪些材料 來 我們還拿了很多樣品來 來 給我 快點 大家好 今天有帶小獎品來 這是本人最喜歡的南藻核桃糕 因為家裡庫存有點多 蛤 欸 你看看 馬上有了 中賞之下必有勇 欸 這很好吃欸 這真的很好吃 我先每個人發一個 大家不知道好吃在哪裏 先幫我發一下 每個人先發一個基本款 等一下 這段不要錄 這個暫停錄影一下 這段不能錄進去 賄賂學生 好吃嗎 好吃對不對 好吃齁 好 南藻核桃糕時間 那個 我們上次講過什麼材料 來 光仙 光仙 喔 是密敵板 密敵板 我這樣一下去幫我 那我 蛤 那可不可以再三個就好 保麗龍 美艾板 美艾板 根本可以一步發揮 一步發揮 好 最後兩個 沒有 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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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甘蔗 甘蔗 那你這樣上去給我給兩 好啦 那個 蕙心來 剛來丟一個 哼 啊 我丟花了 Sorry 好來 這樣一下發完 等一下 我要留一些 等一下重要的題目要回答 好吃嗎 好吃齁 好吃好吃 而且 而且南藻核桃 這感覺就很滋補對不對 最近不是都常熬夜嗎 很棒齁 來 那懂了材料之後呢 我們就下一個要問 只知道材料是沒有辦法當TD的 知道嗎 因為你要把舞台上的這些布景啊 結構起來 還要飛走 有的還有機關要動來動去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給他結構 你要給他結構呢 你才有辦法去做出真正的布景 那我們今天就來好好講講結構 那我過程裡面呢 會 複習到一些我們在前面講過的演出製作 等等 那也會這個 講一些新的演出製作 如果有帶到的話 反正我這個人上課很隨興 但是呢 這個講義呢 基本上就是個guidline 讓各位知道說 我怎麼去看布景這件事情 所以第一個呢 這個教材都有了 這個是2-7 2-7的教材 各位只要已經download過我的教材 應該都看得到 好 那 第一個就是軟景 老師 軟景有什麼好講的 好 我就問你一件事 你知道的軟景包括什麼 暫時沒有很難找課的 好 我要留一些 不然第二節課也是需要一些這種 激勵的獎品 好 來 所以 你看過的軟景有什麼 你曾經看過什麼軟景 天空 好像像阿姨琴海 對吧 好 那個天空是軟景 那時候你們一開始覺得 它這個湖面很漂亮 沒有想到它是軟的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可能也出過一個題目 問你們說 那個東西那麼軟 一塊布那麼軟 怎麼繃在一個湖面上 然後上面又是斜的 然後又挖了一堆窗子 對不對 我也問過你們這個問題嗎 內視你們是不是講什麼 不知道我怎麼問 那是說那個湖是怎麼製作出來的 對啊對啊對啊 但是 但是它難在哪裡呢 它難在 你看喔 它其實是一個湖面 OK 那如果它是一個湖面 怎麼把那塊布弄在上面 這次是一個好問題 所以這牽涉到結構 因為到目前為止 你們最常看到的 牆片長什麼樣子 你們現在最常看到的牆片 是用什麼做出來的 展板啊 對啊對啊 不要懷疑 為什麼是展板 因為它有大量的製作 因為大量 所以省時間 而且大量 所以免費 懂嗎 所以你們其實在畢業製作裡面 你們可能最需要應用的 牆面 就是展板 所以展板的結構 我們 給大家 再refresh一下 展板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日志框 日志框 那主要的材料是什麼 材料是什麼 那個角料要講清楚 我們現在已經二年級了是吧 二年級上學期 你們是二年級上學期 好 柳鞍寸二腳材 來寫下來 這是我們學校用的展板的結構 柳鞍寸二腳材 還有呢 我們版的要用什麼 腳板 哪一種腳板 要講清楚啊 一分板 好 我上次上課的時候 有刻意掠料這個問題 我們用的一分板呢 有時候廠商叫它1.2分 有時候叫它1分2 然後有時候我們自己人稱它1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事實上 我不知道有沒有帶到這個問題 這個分指的是台分 台分是多少公分知道嗎 一台分 0.303030無限循環 各位看過無限循環的符號嗎 就無限循環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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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台分的基本的定義 你說為什麼台分這麼複雜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今天既然問到的杜梁痕 就多講一點 你們知道一台斤幾公斤嗎 7.2 不對 對0.6公斤 好 這邊沒有大陸同學 來 你知道 你知道大陸的一四斤是多少嗎 大陸的 5.5 欸厲害 你怎麼知道的 常看抖音 常看抖音就會了 好棒 不好 聽說不要太常看短視頻 所以 我們這邊不談政治 不談政治 我們不要常看短視頻是真的 這會影響你腦部的發育 開個玩笑不介意嗎 不介意不介意 好 所以這些基本單位你要很有概念 好 再問一個很難的喔 這一題有 有獎品了 來我先把獎品拿在手上 1磅等於幾公斤 1磅 坐 你看 我有18 0.4536 很難記對不對 0.4536 或0.454 可是我會背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常用啊 1磅 英文寫作LB 那1的話呢 因為是單數 所以我們就不加S了 那複數型就LBS 就磅 碰 英文正確的寫法是 然後呢 等於0.45 有時候有人背 454 有人背 0.4536 就是如果你 敬位的話 就0.454 0.4536 誒 剛剛沒有人答對 我答對了 我留起來 所以 就是有這些單位啊 那我再問一個很難的喔 沒有 我再問一個很簡單的好了 一台吋的幾公分 一台吋才幾公分 這麼簡單 一台吋 好啦 算你答對了 有攔截是不是 不是 差點打他頭啊 Sorry 距離有點遙遠 好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在這裡 會突然插入這一段呢 我剛剛再複習一下 最後再問一次 我們的展板的結構 的材料是什麼 好先講結構 結構是什麼框 日式框 材料是什麼 柳鞍是用寸二的 然後甲板呢 是用一分板 那這個一分板呢 其實如果你實際去量的話呢 照理講 一分應該要有0.3030 對不對 但是我們實際量的時候是多少 你們知道嗎 這題要給獎品好了 那我這獎品一下子發完 可是這題給一下好 這題好難 實際量 然後拿的游標卡 死去量甲板是多少 知道嗎 0.28 差一點 0.27公分 哈哈哈哈 差一點差一點 我先幫你保留 等一下就會有機會 好 那 這個是為什麼 這就是材料在製作的過程 你可以說它耗損 你可以說它偷工減料 你可以說任何的理由 總而言之 實際量就是這樣 當然他們就自稱一分喔 而且還不足 它還要自稱1.2分 1.2分 就應該要0.36公分了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也沒辦法去阻止他們 就是廠商的權利嘛 好 回到剛剛講的寸2 你們知道寸2腳材 寸2腳材 實際的尺寸是多少嗎 不然我們先說應該好了 應該寸2腳材應該要幾公分 寸2其實很簡單 來 不是啊 我是說 先問這樣好了 你知道寸2腳材的意義是什麼嗎 對不起 我畫一下 因為我們要先從定義 寸2的截面 寸 你講的是排寸嗎 寸2腳材的定義是1乘以1.2台份 我再講一次 寸2腳材的定義是1乘以1.2台份 那寸8腳材的定義是1乘以1.8台份 所以他們都有一邊是1台份 先腳定義 先腳定義 它應該有這樣 就像我們上禮拜講 lumber size 我不是講nomenal跟actual 有印象嗎 nomenal叫公稱 我現在講的是公稱 那actual是多少我等一下講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來問一下 寸2是什麼 1乘以1.2 寸8呢 1乘以1.8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我上次可以一節課把材料講完了 因為我把這邊全部省略了 因為我每次講材料講到這裡的時候 所有人都開始打瞌睡 所以我調整了一下 我就今天來好好講 所以記住了嗎 好再問一次 這個寸8腳才定義 這個腳踩 這個腳踩 好現在問一下實際的 這個筷子都很厲害 這個一定要有談過 所以 寸8腳踩我們實際量的都是做不到 剛剛徐慶講的一個答案是2.5乘以2.5 不對 2.5 心圍天然你怎麼會知道 你上輩子是P 好可怕 你怎麼會突然蹦出一個完全焦準的答案 3 2.7乘以3.2或3.3 3.2到3.3 哇你怎麼會知道 就不知道為什麼你知道 還是我講過 我講過 我講過對不對 全班好像只有他記得 那寸8呢 好 實際 actual actual 2.6乘以5.3 2.7乘以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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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他actual 5.3左右 因為寸8嘛 寸8實際上應該要5.4 寸8應該實際上要5.4 因為你把1.8乘上0.3 0.3 差不多是5.4多一點 那實際上是5.2到5.3公分 所以大約是2.7乘以5.3到5.4 本來邱伯遠你說多少 多一點 5.2 5.3 所以我們會進行一個動作叫爆料 為什麼要爆料 不是那個爆料 會寫嗎 爆木頭的爆 我們會進行一個動作叫爆料 爆 木 頭 爆腳材 爆完之後我們希望他是多少 有人知道嗎 整數 對 什麼樣的整數 比如說寸2是多少 寸8剛剛說2.7乘以3.2 我們會爆成 2.5乘以3 然後寸8會爆成 2.5乘以3 好 看你這麼賣力 來 我這次要鬧過去 你的 你的 你的又丟到人 我又丟到人 好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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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面對的材料 我們面對的材料 然後我們把它做成日志框 然後我們做成了結構 好 到這邊跟得上嗎 好 那 航向愛琴海怎麼回事呢 它就是一個特殊的 好 舞台設計是誰 複習一下 舞台設計是誰 丟達倫 你看 他就是喜歡給我一個Hard Time 就是說來 第一個這個牆壁要弧面 第二個上面要斜 第三個還要挖三個窗子 有印象嗎 還挖了三個窗子 挖了三個窗子 算了直接看彩圖 挖了三個窗子 他要的就是長這樣子 那就會牽涉到結構怎麼做 好 那我們 這裡面顯然用到了布 那布其實是軟井 然後我們還有什麼戲用到軟的東西 我在講過所有的案例裡面 我分享的這些案例裡面 哪一齣戲用到軟的 啊 貝加洛婚禮的什麼 那個後面很像那個 彩帶 對不對 很像彩帶的那個 張燈結彩什麼 結婚去 是不是 我忘記我那句話怎麼說的 上次說的很順 現在講的一點都不順 張燈結彩什麼 好啦就結婚去 所以他們 那個彩帶用的是軟的 然後那軟的後面 襯了一層什麼 那層 它布會軟趴趴的嘛 所以那個軟趴趴的布會襯衣成什麼 各位都失憶了 這個一定要用 祭出我的藍藻核桃糕 咦有獎啊 費加洛婚禮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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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不算 不算特別困難 但是我知道聽過一次會記得 基本上都是天才 所以呢我就突然發現 我必須把 這個講義再調出來 跟各位再看一次 我上次說 我講到布景結構的時候呢 我會再來 我會再來跟各位分享 有印象了嗎 Cynic 19 Opera 19 它有兩個名字 它有兩個名字 一個叫Opera 一個叫Cynic Opera當然就是Opera Cynic就是布景的意思 好 那這種網子 我很想送 這種網子呢 因為台灣買不到 我說後來Semi去哪裡買 買了什麼替代 好厲害 你先留著 你不能吃再吃會太胖 先留著 好 沒關係你還是可以繼續打 你可以繼續打 學長你好厲害 崇拜 崇拜可以嗎 崇拜你可以嗎 崇拜一下 來 所以 所以那一齣戲叫費加洛婚禮 我們再調出來看一下 費加洛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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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網子 應該是這個吧 對 好 這也是軟的 還有什麼地方是軟的 你看過哪一齣戲 我們用的材料是軟的 很少齁 對不對 可是 不要忘記了 我們的櫻桃園 的牆壁 看起來 是透明的 記得嗎 有印象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櫻桃園的牆壁 櫻桃園的牆壁 是透明的 也就是說它的細節呢 是下面很顯實 上面很模糊 到最上面是直接透空 露空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天幕的顏色 那個原因不是因為它彩繪的藍色 而是因為 因為它是透明的 所以這裡面用到什麼 就用到普通的砂 OK 所以如果你懂的材料 你又懂得結構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做出一個 看起來明明它應該是軟的材料做的 但它看起來是非常 非常結實 非常硬體的牆壁 當然它帶了一種 血液的虛空的 魔幻的感覺 這個是舞台設計要表達的 那TD的責任是什麼 它如果要魔幻要血液 你不能做出來就是硬邦邦的牆壁 然後上面就是塗了一大堆 Ugly的那些衛生紙 好像有人丟了一堆垃圾上去 所以這個就牽涉到我們怎麼去做它了 但是呢 一定不能忘記 其實軟井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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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是這個 來 這個都是軟井 各位不要忽略的 這個是軟井 我們現在在看一個劇場的捧面圖 所以我們也順便認識一下這些 這些都是軟井 Border Leg Border Leg 不用多講 Border是什麼 中文翻譯 梅木 不是 鹽木 鹽 鹽 鹽會不會寫 鹽木 Border是鹽木 Leg呢 翼木 要寫下來喔 不然你下次會忘記喔 那有人知道第一道Border跟第一道Leg 叫什麼 可以講中文可以講英文 來 梅木跟秀木 哇 哇 哇 你會放 第幾顆 第三個 還好 超過三顆都可以自動把機會讓給同學 那個 來寫一下 這個 英文這邊有寫 在 這裡有寫個Ponetor 這個英文字很難看 叫做Tom-mentor Tom-neto Tom-neto 是龍捲風 是嗎 Tom-neto 是龍捲風 是嗎 Tom-neto 我在講Tom-neto Tom-neto Tom-neto 是龍捲風 Tom-mento 好不好 一起記得 Tom-ma-to Tom-neto 算了 Tom-neto就好 記錄這個字 Tom-mento Tom-neto Tom-neto 是第一道 螢幕 那第一道螢幕呢 我們可以叫做眉毛的眉 台灣有這種說法 那第一道leg呢 可以叫袖 袖子的袖 一個像眉毛 一個像袖子 可以嗎 就會比一下眉毛在這裡 對不對 袖子在這裡 OK 所以就是第一道第一道 那英文呢 已經在上面 我就不寫了 就是Teezer 跟Tom-neto 不要忘了 Bolder Leg也是軟緊 而且 有時候 Bolder Leg也會當作布緊的一部分 對不對 剛剛還有人在問我 你們沒看過那一齣戲 叫聲聲 想看一下聲聲嗎 想啊 真假的 可是聲聲我好像只有放在 為什麼他們都要這時候傳訊息 我知道我在上課嗎 他們當然不會知道 我打一下好了 我應該是 申 庭院申 庭院 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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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許 然後聲聲 然後我就有一個相簿叫庭院申 申 申集許 因為我的相簿的名字都喜歡把它取得怪怪的 好 那這齣戲呢 你們可以喊停 你們可以隨時喊停 就是 欸 停 老師我想看什麼這樣子 這齣戲呢 有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的翼幕是硬的 它的翼幕是硬的 很硬的硬 非常硬 超級硬 怎麼說呢 它長這樣子 我現在要找到這個樣子給你看 它長這樣子 哇 鐵框 鐵框在哪裡 下面 下面是鐵框 上面是封板 然後呢 旁邊這邊是什麼呢 旁邊這邊是導圓 哇 複雜了 因為這個導圓很難做 你說一般的導圓 我拿著修邊機雕花刀 我可以導圓 可是這個圓呢 這個半徑是10公分 所以我就很難導 我就必須做 用做的 那怎麼做出來呢 可以當做今天的題目嗎 不行 你看喔 它背面是鐵框 看到沒有 背面是鐵框 然後上面呢 除了封板呢 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導圓 那些導圓 你看一片 這個景片這麼大 這還算小的 然後要做質感 要做質感 其實我跟Sammy討論過 我說 我說你這個東西這麼大片 要不要都考慮 崩布 崩胚布 然後再上這個質感 他說 砰 他就這樣 他就跟我說砰 好 有些舞台設計師 溝通起來都是這樣 他很執著 他認為他應該要是硬的 他就要 然後他要做這個 這個質感用什麼做的 知道嗎 對 答對了 就是木屑 就是木屑 然後就是一大堆鐵框 一大堆這樣的東西 然後 然後我就每天焊接焊接焊接這樣 你看帥不帥 帥 帥 帥翻了 然後當然還是要用木工 為什麼乾脆就全部鐵框就好了 為什麼還是要用木工 怎麼了 誰 吳玉穎 這是我們前助教 前助教吳玉穎 帥帥的 然後為什麼要鐵工又要加木工 你看那個強壯刀他可以坐在上面做質感 也沒有啦 他就坐在結構上就沒事了 為什麼要加上木工 其實不是耶 我通常會鐵加木 而且一定是鐵加木 木加鐵也可以啦 就是說比例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就是看那一齣戲的需求 像這齣戲我需要大量這樣的鐵框 然後這個結構我等一下會解釋 在我很少跟你們講那個 越來越南集中精神對不對 我等一下會用這齣戲好好講這個結構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叫布景結構技術 所以 所以喔你看喔 鐵框在下面 封板在上面 然後再去加上那些東西 哇 你看很重 這麼多人搬 然後要上色這樣子 有的沒的 然後 然後有的長這樣子 你們應該可以慢慢感覺出這個 這個舞台的輪廓了 然後這齣戲舞台的主視覺 居然就是那些異幕耶 你們等一下就會看到主視覺 他主視覺就是那些異幕耶 所以這個異幕在舞台設計 心目中的分量 他把這些異幕當作舞台的主視覺 那當然有他設計的道理 我們這邊都不用多說 就是這是舞台設計的權利 也是他的創意 就是他想要怎麼做 我們就是配合 那當時做到最後呢 還要想怎麼儲存 因為我到最後如果 我記得這樣的東西有十片 有十片 所以如果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有寬有窄 但是都很高 都是七米高 都很高很高的 所以如果我沒有辦法 一個很好的方式去儲存它的話 我到最後會面臨到儲存空間的問題 然後我要同時做 一開始當然是做框 然後封擺 然後加上那個導圓角的木料 木垢 然後完了以後呢 上材質 然後painting 哇幾道手續你算得出來嗎 來我剛剛念了幾道手續 結構 然後呢 封擺 然後呢 這個叫做特殊結構 所以來寫下來 所以我們第一步是先做結構 第二個我們做封擺 第三個我們做特殊結構 第四步呢 材料材質質感 材料材質質感 因為就要看他要什麼材料 如果他就是painting就好 OK 下一步就是painting 彩繪 了解嗎 一定會彩繪 老師不能純木料上去 我跟你講 你要就會覺得你沒做完 你要覺得你這部戲沒做完 知道嗎 所以我們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 因為在跟空間賽跑 因為時間一定越來越不夠 空間一定也越來越不夠 可是我們到最後就是我們的時間空間用完的時候 哇 啪啦 戲完成了 這才叫神奇 這樣知道嗎 這才叫神奇 上學期我們做的那齣戲叫憨蒂德 舞台組舉手一下 我們有一直感攻的感覺嗎 還好 還好 有 有人覺得很敢 有人就覺得還好 所以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每個人感受不一樣可以啊 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我呢 我是那個感受最深的人 就哇 明天要幹嘛 後天要幹嘛 我每天都在想那些事情 然後 好 我快轉到 我快轉到布景長什麼樣子 各位很好奇 然後 我們用 在幹嘛 在幹嘛 然後我們用了3D列印的技術 我們用了3D列印的技術來做一些武器 就是道具 這是3D列印 就很簡單 3D列印懂嗎 3D列印 因為這個東西你要用木頭去刻呢 當然也可以 就是 廢工 所以我乾脆用3D列印 然後 還有什麼呢 好 這在裝台 各位看裝台 哇 看起來軟軟的對不對 為什麼 這一片 算背牆8米高 8米高 所以它上去的時候 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候 因為8米高的東西 這個是在準備讓它上去的時候 而且 它討厭的地方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是三片式的 然後中間這一片跟旁邊這兩片的中間 要留 留空隙 做什麼 因為那邊要透光出來 所以它要留一個 我忘記是3公分還是5公分的空隙 反正是7米要那個空隙 然後那個空隙 然後那個空隙就是我要發光 就是 砰 那種發光感覺知道嗎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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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 就是升到 差不多一兩米高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些加強結構 因為那些加強結構 我們 這三片本來在布景工廠是 分成三片 所以我要進去到 心裡面結合起來的時候 還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組裝 所以這個施工的難度是有的 八米高 八米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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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欸這幹嘛呢 開心 這是開心的意思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 這哪裡知道吧 這個是在我們的工廠 那我們在做什麼知道嗎 那為什麼要trust 我們要辦金賞送舊迎新尾牙的哪一種 沒有啦 為什麼要搭這個 對 我跟你講喔 西域廳如果要把舞台延伸到 上舞台也就是所謂的這個工廠裡的時候 那工廠最大的問題就是工廠裡面到處都是基劇 然後 它沒有辦法成為布景的一部分 你知道懂嗎 所以這個是我最常用的工法 也就是說我們在工廠裡面搭一個trust架 然後去讓它可以變成一個 遮黑 又來了 可以變成一個遮黑的空間 然後 這個是我們在 匯井工廠開始有空間的時候 我們在實驗一個順落的裝置 就是 有一個偶人從上面要用 類似自由落體的方式 墜下來 然後急停在離地大概一兩米高的位置 好這是我們要實驗的一個效果 你看那一場有看到嗎 那個順落 我們那一場還算好看吧 因為它每一場的品質不太一樣 那種算好看 就是然後zoom 然後觀眾就 那種感覺對不對 這個是從 觀眾席往舞台跟往工廠看的樣子 所以這時候通常 剛剛跟我拍合照的那個是大檢老師 然後正在指揮調燈吧 這時候他在調燈的時候 我在做一些舞台上 舞台上除了我剛剛講主視覺 是那些很硬的異幕之外 舞台上是有舞台跟 這個所謂的階梯的 這個是最後搭完工廠的樣子 六米高 這個工法我已經用過四五次了 就是非常習慣的 這個呢 今天我會請你們去看我youtube的影片 我們在做這個trust架 六米高 因為一般六米高很難搭上去 但是因為工廠有天車 我們就用天車的技術 把這個東西搭上去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為什麼呢 因為兵力一直覺得我吊上去之後 吊桿彎了 所以我就拍了一些照片給他 是有彎 但是這個彎變形是會回去的 也就是說 在結構設計裡面 你對一個結構施餘任何的硬力 它一定會彎曲 但是這個彎曲的程度 它不能超過特定的程度 這等到你們有一天修TD 我會跟你們講 那個程度是多少 你不能超過那個程度 你超過那個程度 你就會有破壞材料的危險 那就不OK了等等 那這個好像是在修散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當時好像忘記了 有一點忘記 表面 因為那個Texture 好 因為那個甲板 封板的時候是一塊一塊一塊的 然後打側燈上去之後 我覺得很明顯 所以後來我們又上去做了一些 表面修補的動作 那就要利用這個 這個叫什麼 利用這種 比如說9點半 燈光做完事了 我們有大概半小時的時間 或多久的時間去做 來猜猜看這是什麼 這是電子蠟燭 當然在劇場不能用明火 我們在台灣現在劇場 已經很多年很多年不讓你用明火 你要特殊申請 而且你要非常高的這些 防復措施之類的 你才能用明火 那基本上展影中心不讓我們用明火 所以這是電子的 電子的 這個現在都買得到 這個都買得到 然後做了兩個棺材 然後這個是燈光竹 好 這個就是 剛剛你看到的那個呢 我就看完好了 因為這齣戲其實還蠻好玩的 剛剛史恩奇在說 他覺得我覺得聲聲怎麼樣 那聲聲的難度對我來講就是 我再來考一下各位 這題知道要送台 我在北一大做了幾個學制 二十幾 二十幾 二十七 higher 三十 三十 higher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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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有人猜對 sorry 當給我收起來 三十六齁 在我做個三十六個學制裡面 這一齣算medium 就是他的舞台的精彩性 挑戰性算medium 這是我們TD組的助理 那時候我有五位助理 然後那時候好像也是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 剛脫離疫情 所以所有人都還戴著口罩 這是Semi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Semi 為什麼跑到這裡來 後面應該還有一些舞台的照片 我知道 因為還沒有開眼前 所以我沒有曝光 所以我的曝光的照片應該在很後面 在這裡 舞台的樣子在這裡 因為就是演出期間 我沒有曝光 但是演出後我就大量曝光 就是說反正已經演出完了 長這樣子 大量的異幕 發現了嗎 大量的異幕 我會把這個連結給你們 你們會看得更清楚 因為這個 還是有點反光好看 為什麼呢 因為Semi的設計理念是什麼 這個有人知道嗎 Semi的設計理念是什麼 他是想要模仿一個什麼樣的空間 這個空間存在於 中間 可能中國沒錯 然後呢 青絲王的那個 陵墓 陵墓 他是在模仿一個地下 陵 地下皇宮 地下陵寢的概念 都很接近 你們答案都很接近 地下陵寢的概念 那不是從頭到尾都放那兩個觀察 那兩個觀察是後來 排出來的道具 我剛好拍到這一幕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 反正有很多的 你看看到那個發光了沒 那搞死人的三公分空隙 他就是要那個 那這裡要是沒有從裡面發光出來呢 比如說他上面箱燈條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可是那個燈條 如果稍微近一點的觀眾是看得出來 所以他是要從 中間那一塊的背後把光往旁邊射出來 那個感覺是不太一樣 但是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三公分會搞得很困難這樣子 不錯齁 這處戲有趣 對 剛剛可以看得出來那個階梯 那個階梯感很明顯對不對 那階梯我們就要用到大量的庫存平台 這個等一下會講 大量的庫存平台 好 這是生生 你們進來前的一年 進來前一年演的 也就是食人騎高三的時候 高二升高三的時候 他剛剛說了一句話我很感動 他說 他是因為看了這齣戲 最後決定來那北義大這樣 蛤 什麼 有啦 我知道有一些同學 好像我還知道有一些同學是聽了我的演講還念北義大 好扯 好扯 打你耶 好扯 真的 這是真的 我就不跟你講是誰了 因為你 你這個 太給我難看了 不告訴你 好 Bolder Leg Bolder Leg 然後 是軟井 好 像剛剛生生從頭到尾 沒看到什麼應景對不對 沒看到什麼應景 我會引導你們去看那個順弱的YouTube 我們上課今天稍微focus一下 不然我也講不完 就是他你 我剛講那個順弱就是一個偶人 然後那個偶人的就順弱 然後那個順弱是怎麼做到的 這裡面有很多有趣的問題 但不在我們今天的topic裡面 那 所以 再看一眼 都認識每個東西嗎 有沒有認識 有沒有看到一個字叫TAB TAB是什麼 台灣翻座什麼知道嗎 TAB台灣翻座側目 側邊的側 寫一下喔 側邊的側 它剛好跟Bolder Leg是垂直的 好 Bolder Leg TAB Teaser Tormentor 這些統稱為 有沒有人知道統稱 統稱 Soft Good 可以啦 Soft Good Soft Good是 太多了 Soft Good包括那種 Back Drop也是Soft Good 但Back Drop我們就不會講這個統稱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 沒有沒有寫 沒有寫 這是Drapery Drapery Drapery 我只要講 Bolder Leg跟Tab 答案是Maskin 答對了喔 Maskin M-A-S-K-I-N-G-S Maskin 所以有時候 你會突然聽到 燈光老師說 那個要把它MAY掉 好像沒人這樣講 我自己發明的 有嗎 把它MAY掉 你想說哪個MAY 要寫成哪個MAY字 妖妹的MAY 還是妹妹的MAY 把它MAY掉 有嗎 哪有老師這樣講 安慰嗎 我記得有 好像聽過 好啦 就是Maskin掉的意思 就是拿個東西把它遮掉的意思 Mask原來是什麼意思 面具 那Maskin 很特殊喔 Mask可是面具 可是Maskin 對啊 SK-II Mask 算了 你們知道SK-II 你們好像看過那個廣告吧 那不是一個 一個面具還是什麼對不對 好啦 不要講笑話 也不好笑 Maskin這個字就變成了遮蔽 遮蔽墓 後面還有一個英文字可以認識一下 叫Backdrop Backdrop呢 就是背景墓 你知道背景墓在現在越來越不流行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畫起來好累喔 我 我最後一次看到搞不好是櫻桃園是嗎 真的那麼可怕嗎 就是已經不太有人在畫一個這麼大的背景墓 一個背景墓可能要16米寬 14米寬到16米寬 然後高度可能要7米8米高 你知道那尺寸有多大嗎 你們畫一張 你們畫一張 好我就說比較快來講 你們畫一張 4開的或8開的 你可能要畫一兩個小時對不對 我說畫得很快的話 我說彩繪 就是水彩畫 你要畫一個小時要吧 4開8開要畫一個小時 那你畫一個14米5米寬 然後8米高的東西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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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takes time 所以 所以不太有人在弄 所以這個 這個時代呢 一般都用投影 或者是用 有個東西叫做 天目嘛 對不對 天目你們會寫嗎 天目的英文 這題我沒有考你們 因為我自己都忘了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Sychorama指的是天目 天目 那這個天目呢 特別是 特別是在古早時候 我們講的天目是這種環繞式的 也就是幾乎是270度環繞的 可是呢 在近代呢 因為已經很少人用這種270度的環繞式的布木 所以只要一塊平平的 也就是只有單方向的 沒有270度的這種木 我們現在也可以叫它Sychorama 那簡稱為Sych CYC 所以你有時候在舞台設計的布景裡面 你會看到CYC這個字 CYC三個英文字母 講的就是Sych Sychorama Sychorama 來跟我唸一次 Sychorama 你一定要多唸幾次 不然你這個字背不起來 Sychorama Rama 帥了沒有人笑 Sychorama Sychorama 記下來嗎 好 那有時候呢 Sychorama也會長這樣子 就是這個直接是彩繪或是投影的 Sychorama 可是在它最原始的意義裡面 它只是用來染色的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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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它有個 黃昏或是早晨 或是像這個 黃昏早晨 這個也不知道要講 大白天 或是夕陽西下 或是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那個天空應該長什麼樣子 然後通常就是用燈光的手法 來做染色 記下來的嗎 它跟Backdrop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Backdrop呢 比較強調它的Painting 圖案 這兩個字會混用 沒有錯 有時候就指著Sych說Sychorama 有時候還說它RP為什麼 因為它剛好又是RP 這樣聽得懂嗎 可是當我們要很正確的 去指引人家 思考它的功能性的時候 請你把這三個字分清楚 三個字分清楚 三個字分清楚 我剛剛講的三個字很容易混淆喔 我自己都談混淆 因為我到底在講什麼 我可能不會 不會把它想得很清楚 RP是Real Projection 這個是不是我考過你們 有嗎 我是不是在作業考過你們 背頭 Sych是Sychorama Sychorama Sychorama 然後Backdrop呢 其實沒有這樣縮寫 我只是剛剛有點懶 Backdrop 沒有人家縮寫 Backdrop 背目 背景目 背景目 好像翻背景目比較順 天目 背景目跟RP RP有沒有翻譯 RP你就翻成背照目 所以最上面那個叫背照 為什麼背照 因為投影機來自後方 投影機來自後方 所以叫背照目 Sychorama 它的功能是天目 那Sych為什麼功能是天目呢 就反正它在劇場很初期 就有這樣的一個設置 設計 它就是為了染色 染色方便 所以你知道嗎 在那個時代 就有沉浸式的感覺 要讓你沉浸在那個 那個氛圍裡 所以它270度 為什麼要這樣包圍 就是要讓你沉浸在裡面 那Backdrop呢 就是一個比較假的 像現在這個示意圖這樣的 像這樣一個示意圖的 這樣的一個比較假的這種 也不能說假 就是說就是示意的 協議的 協議的一個圖案 這三個字可以分清楚了嗎 可是注意喔 有時候它真的就是會互相的混用 譬如說 有人拿RP來做Sych 可不可以 可以啊 RP當然可以做Sych 因為RP就乾乾淨淨的 一塊白的 或者是一塊灰的 然後就開始 上下開始打光 那就染色了 那 對啦 真的很容易混用 所以聽清楚了 第二個我想要你們認識的 另外一個字叫Ground Row 會寫嗎 Ground的就地板那個地 地上的那個地字 Ground Row R-O-W Ground Row是什麼意思 R-O-W Row就是一排 第三排第五行就是Row 3 然後這個Column Column 5th 所以這個原來Row是一排一排的意思 那Ground Row是什麼意思呢 地排 所以這個地排有兩個意思 在這裡 在這張圖裡面 這個地排是指地排景片 那用在燈光組它指什麼知道嗎 地排燈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地排景片後面會藏著什麼 地排燈 知道地排燈了嗎 地上排排在 所以叫地排燈 地排或地排燈 所以都叫Ground Row 因為英文就是同一個字 Ground Row 就看你的 scenario是講什麼 如果你的scenario在講燈光 你就是地排燈 如果你在講的是布景 那就是地排 我現在給你們的keyword 很抱歉 我現在給你們keyword 就是劇場的小學程度 也就是說你們要會 你不要小學沒念過 你就想要直接念劇場的國中跟高中跟大學 我知道你們劇設系大學生我都知道 可是這些字對英美國家來講 就是基本的 那為什麼是基本的 因為這個就是 你知道他們在國小 就會去有什麼比賽 話劇比賽 你知道嗎 對 在英美國家 其實大多數的 中小學 他們在國小 國中就有話劇比賽 然後話劇比賽就是 就是 可能演聖誕節啊 可能演個悲慘世界啊 可能演個什麼 反正他們自己去選主題 然後就把它演 所有人就演 然後一個學期 那一門課的 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演出來 就像你們的排級課這樣 而且規模比你們排級還要大 中小學 所以這個素養 我叫他素養好了 就這個素養對他們講是基本的 那沒關係我們catch up 我們就從我們念大學 然後我們就把他們的這些keyword把它記下來 然後也他的意義 他的意義搞清楚 這不是很困難的事 所以 請你務必要把它記下來 好 那前面還有一個字我沒講 叫grand drap 一般叫grand drap 但是另外一個我比較喜歡用的字 叫main curtain 就是大幕 main curtain 大幕 main curtain 大幕可以有兩個寫法 一個叫main curtain 一個叫grand drap grand drap聽起來比較音式 main curtain聽起來比較美式 大概是這個意思 但都會混用吧 好 好 這一張圖呢 的上面呢 是個比較我們叫制圖的 制圖的 一個是平面圖 一個是剖面圖 各位看得出它是劇場 平面圖是劇場剖一半 有找到CL嗎 左邊左邊那一張圖是劇場的平面圖 理解 好理解 那這個CL的左半邊跟右半邊 基本上是對稱的 所以你看到boulder 看到leg 看到tab 這是用平面圖來看它 然後看到persenium 知道persenium在哪裡嗎 鏡框 它沒寫對不對 有寫在這裡 它寫在 鋒面圖上面 來 誰可以給我一個劇場小學堂 請問persenium的定義是什麼 勇敢的拿出我的糖果 有人知道persenium的定義是什麼 沒有人敢回答 答錯沒關係啊 真的喔 好 大家要加油啊 persenium的定義 persenium叫鏡框嘛 那鏡框線 對不起我剛剛講的不清楚 鏡框線的定義是什麼 鏡框不是persenium line 鏡框線叫PL 對不起我剛剛用錯字了 我不應該用persenium 我們應該用plaster line PL 我們有劇場有兩條最重要的線 一個叫PL 一個叫CL 那有人知道 CL我就不用多講了 CL大部分人應該都知道CL的意義 那plaster line PL是什麼 定義是什麼 給我一個準確的 誰 對 鏡框很大很厚 所以它是 好鏡框的後原線 來接住 sorry 鏡框的後原線 鏡框的後原線 可以嗎 鏡框的後原線 是它的 這個persenium PL 又來了 我今天為什麼一直講錯 PL的定義 PL的定義 persenium我們泛指是整個鏡框 那PL plaster line 才講的是它的 鏡框的上五台的那一條線 一般我們講鏡框的後原線 那你剛剛的說法也對 你是明洋嘛對不對 好 明洋講的也對 他講的是 鏡框最靠上五台那一條線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很容易跟哪個字混在一起呢 不是哪個字 哪個地理這個物件混在一起呢 這邊有個smoke pocket 有人知道smoke pocket是什麼意思嗎 防火木的口袋 也就是說那邊有個軌道 那個軌道是讓防火木降下來的時候 能夠落在適當的位置 所以這個叫smoke pocket 但為什麼叫smoke呢 因為就是 火災的時候會有煙嘛 所以叫它smoke pocket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英文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興趣記 要記就一次記到底好不好 這樣好了 我們下禮拜來考這個英文字 apron apron是什麼 apron指的是 PL之前 記下來就很簡單 PL之前的那一塊舞台 那一塊舞台區域 叫做apron 你如果去查英文字典 apron這個字是圍裙 就是圍裙 媽媽在做菜的 就不一定媽媽 爸爸也會 現在都要注意到兩性平等 你知道很煩的 有時候講完這麼話 糟糕我要被告了 你知道嗎 只有媽媽能做菜嗎 爸爸不能做啊 你知道嗎就會被告 好可怕 不管男的或女的 好這樣可以嗎 他們在做飯的時候 然後前面的那個圍裙就叫apron 那在這裡指的是PL前面的那一塊舞台 好 那 Orchestra Peter是什麼 樂池 不要念成樂池好不好 這是破音字 樂池 樂池 好 那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想知道的 我怎麼變小 還有什麼想知道的 差不多了 然後有個好玩的東西 我們再順便看一下 這一節課好像都在講這個 鏡框式舞台的基本介紹 如果從剖面圖來看到的話呢 你會看到我們的Footlight 是這樣做的 好我來考你們 翰蒂德的時候我們怎麼做Footlight 我們做了一個貝殼 知道嗎 有看到嗎 我們那個小舞台有那個 我們是放在小舞台的前面嗎 對嘛 我們是放在小舞台前面 我們 舞台地板是沒有放的 是吧 沒有 但是 反正他要模擬那個舞台的時候呢 一般來講的確是這樣 要嘛就是會挖一個槽 讓Footlight藏起來 要嘛就會像我們那樣直接突出來 然後為了那個突出來的樣貌 做了一個貝殼去修飾它 這個是Footlight 就是腳登 那其他的東西就請你參想 我們在這邊休息到40分 好我們休息到10點40回來 OK 好我們來插播一下 關於重鐵懸道系統 這個我們非常熟悉的系統 跟我們在做滑輪繩索專題裡面的 譬如說 飛人有一個二維飛行的時候 有一個水平運動的軌道對不對 然後甚至我們的第三題 布幕對開 也有一個水平運動的軌道對不對 那跟我們的重鐵懸道系統的異同在哪裡 好那我就反過來問你們 第一個觀察到 這個是 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秀出我們的 滑輪繩索專題裡面 那兩題的水平運動的軌道系統 但是我想各位都還有印象 因為我們親手把它做出來的嘛對不對 那跟我們的重鐵懸道系統的異同在哪裡 先講差異好了 差異在哪 差異在哪 有沒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嗎 來 很好 這是第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我們重鐵懸道系統是為了用配重 配重鐵的方式平衡布井的重量 然後再去造成我們可以操作布井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的最重要的功課是那個重力 怎麼去克服重力 所以在這裡面你很明顯的看到了 第一個它克服重力這件事情 所以物體的運動是上下 那我們在水平運動裡面 幾乎沒有重力的太大的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把二維飛行的系統 設計到那個滑輪 不是我們原來那樣的設計 就有機會受到重力的影響 你們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就是我畫個簡圖 這個沒辦法錄 我畫個簡圖就是 我們那一題呢 其實我這個題目很喜歡這樣出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想像如果你有個水平運動的台車 在軌道上可以走來走去的 然後下面掉了一個滑輪 然後這個滑輪呢 從側舞台來了一個繩子 然後就吊起了一個飛人 畫得不好看 各位多多包涵 所以這個人呢 在上下的過程呢 跟這個滑輪呢 靠著這個滑輪呢 可以得到上下的過程 那當然這邊可能要一個滑輪 然後呢 最後這邊有個操作繩下來 對吧 然後這個人 拉著這個人 對吧 可是這樣的系統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的水平滑 我們水平運動的台車有受到重力的影響 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要固定這個人在這個位置的話 我這個水平運動的台車得出一個這樣的例子 因為 各位以前都看過合力圖嘛 什麼合力分力 聽過嘛 物理的 因為這條繩子有張力 這條繩子有張力 合起來的張力是往這裡的 所以這個滑輪如果要停在這裡 這個滑輪停在這裡 這個滑車 跟它連在一起的這個滑車 得要提供一個往這邊過去的力量 那才有辦法維持這個滑輪在空中靜止在那裡 光靜止就是需要這個力量 接著我在說什麼 更不用說如果我這個滑車要往那邊拉的時候 那就更辛苦了 因為我還要 還要把它提上來 那你知道要把一個人提上來的時候 哇 你要出力量的 我們來示範一下齁 邱柏妍你把滑輪排起來 離地30公分 離地30公分 對30公分就好 來抱一下抱一下 沒關係好哥們可以吧 滑輪介不介意 記得抱一下 滑輪幾公斤 60 60喔 那個柏妍幾公斤 喔很重喔 來 你要從哪裡抱喔 喔喔喔喔喔 你這樣抱你要跟他講一下 好好好 喔輕鬆愉快 輕鬆愉快 好你剛剛要消耗很多卡洛里吧 應該要 還多的 還多的齁 欸是蠻輕的欸 他可能謊報 他可能成50 好 不重要 重點是你把這個60公斤的人 往上拉是要做工的 對 你要儲存重力未能 為什麼 因為你放下來他就 就掉下來了 所以你儲存了一個重力未能 對 什麼叫重力未能 修TD的時候我告訴你 修一下 重力未能簡單來說 好我先講 你就會修了對不對 好我先講 就是你把那個水呢 把那個水呢 像你們家 都有水塔對不對 你住在幾樓 五樓 那水塔在六樓 水塔在六樓 水塔在六樓對不對 那邊想問你開水龍頭的時候 你看過你家的水塔嗎 回去以後 跟你媽媽說你要看一下家裡的水塔 還是你現在是住外面 好住外面 不管怎麼樣你 你住在公寓裡面上面都有個水塔 先這樣假設好了 水塔 有聽過嗎 水塔所以我們會從樓下把自來水的 進來的水可能抽到上面 抽到我們的水塔 然後我們打開水龍頭水會從上面流下來 所以我就是對這些水儲存的重力未能 然後把它釋放出來 所以這些水 在那個高處才有辦法流下來 那就是因為我們把它放在高處 那這個放在高處 這件事情是不是牽涉到位子 它的位子要往上走 所以叫重力未能 它就可以轉換成水的動能 或者是冰輪墜落的動能之類的 是重力 重力就是地心引力 你抽對了 重力當然等於地心引力 同一件事 是的 只是我們有說叫它地心引力四個字 我們有說叫它重力 兩個字 英文都叫什麼 英文叫Gravity 如果有興趣 叫Gravity 英文叫Gravity 一個字Gravity 可以嗎 好 接下來喔 所以第一個差異就是 我們的重鐵懸道系統 對抗的是重力 想要解決布井的重量 所以我們配的重 然後這個重量跟布井的重量平衡之後 平衡之後 我們在拉它的時候就比較輕鬆 所以它第一個面對的是重力 然後所以 它所有的運動都是上跟下 上跟下 不是往上就是往下 然後呢第二個差異有沒有人看出來 這個要準備我的餅乾 我是糖果 有沒有人看出第二個差異 跟我們一般的 軌道系統的差異在哪 就是二維的飛行的左右 跟二維的對開幕系統的那個水平軌道跟這個系統的差異在哪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你說 滑輪 對滑輪都長得不太一樣 但是沒有距離一點 你舉了兩隻手 就要給你兩個糖果 然後是誰 是 但是跟我們前面的答案很像 好 換 換 有人知道答案嗎 整理 整理 沒有 這個是有2比1跟1比1的 然後有 single purchase double purchase 然後其實這個是肺力 因為我不要兩肺的重點 就換肺力 但是我這裡沒有要跟你討論1比1或1比2 我要討論的是 跟我們的水平運動的那兩個case 一個叫對開幕 一個叫二維的水平運動的差異在哪 自己要試一下嗎 他居然舉起 舉起難找的要跟我說 他有了 你這是很剝落的想法 你這是很剝落的想法 就是那個水平運動 他可以一條尖 然後就是 然後這個要再重 就是他要操作磚 有一個路本之後 然後還要重置槍 這樣子 很好 他這個被控制的物件呢 他並沒有形成一個路本 我再講一次 不管這個叫布景 不管這個叫重鐵 重鐵有形成一個路本 對不起 布景 被控制的這個布景 他有形成一個丸 沒有形成一個路本 他就是 他就是這邊上去這邊下來 他沒有一個路本 當然 重鐵懸道系統有一個路本 這個跟我們的 二維飛行的那個水平軌道是一樣的 有一個路本 所以你可以操作這個路本 操作路本很重要 因為操作路本的意思就是說 我往下拉他會往一個方向走 然後往上拉他會往那個方向走 或是後升可為低的吧 拉後面的操作感後升 那 可是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其實藉由 藉由這些鋼索 經過阻滑輪 依照阻滑輪 下來連接到重鐵的 這個東西是個單向的連結 就是一個 有去無回的東西 接下來有去無回 他是有去無回的 就是他是單條繩子 他並沒有形成一個路本 他的路本在重鐵那邊結束了 但是他 最後被控制的物件 有去無回 為什麼 因為有重力 記下來 因為有重力 因為有重力在幫你拉扯 所以他有去無回 重力跟這個 吊桿的布景 跟這個重鐵 整個形成了一個平衡 當然重力也在拉重鐵 重力也在拉布景 那這兩個東西 如果都沒有重力的時候 放到外太空就會什麼 會飄起來 各位看我的動作 你可以看到重鐵懸吊系統 在外太空的樣子嗎 沒有一條繩子會那個 可以嗎 我適合演戲 他就會這樣子 然後就完全沒有目的 漫無邊界 然後所有的滑輪就開始轉向 之類的 可以看到那個樣子嗎 可以 這段也可以 時間距離場 時間距離場 好 越講越像真的 搞不好一年後 我們真的去那邊演 等待依曼 OK 看他講不下去了 總而言之 因為有重力的存在 所以他改變了這整個 系統的操作方式 他是單向的有去誤會 因為都是有重力 所以重力這件事情 影響了他整個系統的樣子 也影響了操作他的方式 所以我說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水平軌道 水平軌道 在外太空可不可以操作 就是我們設計的 對開幕 我設計好 滑輪固定好 固定在太空船上面 我的滑輪固定在太空船 可以把太空船 馬斯克對不對 鬼才很厲害 小時候很厲害 把滑輪都固定在太空船 然後做了一個 二維飛行的水平軌道 然後又做了一個對開幕 請問你 他能不能在太空操作 可以對不對 可以 那張力華人要固定 張力華人 張力華人本來也是可以鎖螺絲的 就鎖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要強調一件事 水平軌道的那個系統 我們看過那兩個系統 你都可以把它固定在太空船 只要螺絲鎖好 它可以操作的 然後那個東西 把食人旗綁在上面 它是可以這樣咻 咻 它是可以這樣子 它不會飄起來 它不會飄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用繩子的張力 你把食人旗完全繃緊 繃緊 可以的 繃緊 繃緊的意思懂嗎 不會飄起來 一樣太空船啊 你不要以為 你有個誤解喔 你可能以為張力華人一定要腳踩喔 沒有 張力華人腳踩的那一段示範 是告訴你說 如果這個吊桿要升降的時候 降到那個位置 crew可以一腳踩在張力華人 踩在張力華人 讓它繃緊 可是事實上 如果在固定的系統裡 我早就把張力華人鎖在地板了 不會 繩子你可以用登山繩或鋼索 它的彈 它的彈性非常小 鋼索或登山繩的彈性都非常小 我們用的那個黑繩子 8M的黑繩 彈性就非常小了 我們來請教一下黃彥修 是吧 我們當初這個 漢立德這個可愛的那個羊的操作者 我們請教一下徐慶 你們那個繩子繃緊跟不繃緊的差別在哪 沒差喔 徐慶 對就是有把繩子繃緊跟沒有繃緊的差別在哪 對啊 繃得緊好拉還是繃不緊好拉 你們覺得 繃緊才好拉 記下來繃緊 所以在這種滑輪軌道系統裡面 什麼東西都要繃緊 所有的繩子都一定要繃緊記下來 因為這一題我記得我在華倫整所專程那一面上課忘了講 所有的繩子 不管它是剛所操作的繩 每個東西都要繃緊 這裡為什麼要一個張力華人 這裡為什麼要張力華人 這是要繃緊啊 那這個張力華人為什麼要繃緊 因為這個張力華人 如果它沒有辦法上下移動的話 這個系統靠重力它是不會繃緊的 因為這邊重那邊輕 你看6號的重鐵框這裡重 5號這裡沒有重鐵框 所以它一邊重一邊輕它繃不緊 所以要靠這個把它繃緊 好喔 然後如果沒有重力的話 這個重鐵框上面的這些鋼索 拉到吊桿這邊也是繃不緊的 因為它靠的是重力 所以有重力沒重力 造成它能不能繃緊 所以它為什麼是有去無回 就可以解決 因為它有重力 理解嗎 然後 憨力德 你靠張力華人 張力華人 你是腳踩 可是那跟重力無關 跟重力無關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腳踩你可以鎖羅丁 把它鎖在地上 只要那個東西不用升降 你可以把它鎖羅丁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為什麼沒有固定在地上 你知道嗎 黃昱秀靠你 我們為什麼沒有把張力華人 那一堆裡 你摳摳摳那些東西 直接把它鎖在地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幻景的需求 我這一幕可能有這個東西 下一幕不能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能夠移動 記得嗎 所以那個是有原因的 只是你們那時候是crew 我不能跟你們講那麼多 講那麼多 你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就懂了 我們那樣的設計 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他必須用一個 可以移動的張力華人 理解了 但是要繃緊 沒有繃緊 包括水平運動的部分 我們是繃得很緊 你這樣操作的時候 才會舒服 好 這一題有一點 差題很久 但是我希望從這裡面 各位可以學到 第一個重力的重要性 有重力跟沒重力 然後在不同的華人系統裡面 你怎麼去設計它 好 回來 我們其實上一節課 花了很多時間在講 masking 花了很多時間講masking 然後這邊masking 有Ross Brand的 有這個其他廠商的 不同的廠商 然後這邊有提到一些 他們masking的 這個 所謂的這個叫什麼 包括他針織的方式 包括他的材料 那我這邊只要 因為這邊內容比較多一點 我不用你們全部看 但是你們要記幾個英文字 這個Value Velvet Musling 這幾個字幫我記一下 這樣好了 這個Value就好了 我要你們記這幾個字 Value跟Musling Musling 上禮拜講過 Musling是什麼 Pay布 Pay布記下來 Pay布記下來 Value是什麼知道嗎 這個叫天鵝絨布 台灣一般翻譯成天鵝 天鵝就是一個動物 天鵝絨布 絨毛的絨 天鵝絨布 你記這兩個字就好 一次要你記很多字也不可能 Musling就是Pay布 Pay布是我們的好朋友記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彩繪都要靠Pay布 我們做服裝打擺要Pay布 然後我上次說了百分之百的唇棉 那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百分之百唇棉 我有講原因嗎 原因是什麼 Musling Musling Pay布 對 Musling 然後我好像本來說要你們回去看一個影片 我好像沒給你們 我說學姐有一個過程就是 她因為她下釘子的位置不夠密 所以到最後呢 那個Pay布的收縮性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這一段VCR 因為我每次說要你們看 我回去要是沒有要你們看的話呢 我就會忘記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打算拿一些鋼索去 台大土木系那邊做拉斷測試 所以我昨天在跟我這個學弟 台大土木系的教授在研究 就是我打算拿一批鋼索去做測試 好我現在講的是 這個叫Pay布好了 好這個影片呢7分多鐘 我也沒有時間從頭看到尾 來可是呢我必須講一遍 我們在做一塊背景幕的時候 一開始就把它攤在地上 這是一塊Pay布 乾乾淨淨的 沒有painting 沒有上過水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的Pay布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們用的是 J10的釘槍 不要用J4 J1體等一下考你們 為什麼J10不要用J4 這個等一下考你們 第三個就是剛剛那位學姐 她已經畢業了 然後呢我們在釘的時候要斜45度 為什麼為什麼要斜45度 好這個也是一個問號 然後都先給各位看 我們不要平平的釘 平平的釘不對 要斜45度的釘 要斜45度的釘 就像長這樣子斜45度 所以這個影片你可以從頭看到我 然後呢我們就隨著時間的過去呢 一路往下 然後我們釘的時候呢 跟對面那個學姐 我釘一槍她釘一槍 我釘一槍她釘一槍 這看起來平凡無奇 又和熱融融對不對 好很好 那我們這整個過程呢 沒有去拉扯那塊布 為什麼不拉扯那塊布 為什麼 這又是一個問號 我一路給你們一堆問號 然後就釘釘釘釘釘 然後呢我們南北釘完之後 就釘東西 東西的時候我就請 這位應該是一位crew 這個crew跟這個學姐呢 就開始兩根釘 然後釘的過程呢 我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跟學姐說 我每10公分要釘一個 我跟學姐說 就是我的助理 我跟助理說 每10公分釘釘 然後這位蹲在地上呢 她應該叫宜成吧 就是她 是很聽話的 因為她是個crew 所以她就10公分釘一個釘子 非常非常聽話 非常非常聽話 所以差不多10公分釘一個釘子 沒有問題 可是呢 學姐在釘的時候呢 從10公分變20公分 最後變30公分 最後變40公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到這我還沒發現 因為我還沒發現 學姐釘得很舒散 那她可能會覺得說 OK 老師要我釘我就釘嘛 可是我怎麼釘 我開心就好 這一步叫什麼 來 接下來這一步叫做 這一步的動作 我們上了一層薄的白漆 這一步的動作叫Sizing 又叫Prime 就是上胚部的底漆 胚部的底漆 英文這個字很奇妙 明明Size是一個英文字Sizing 那Sizing 或是Priming 好像這個字吧 你們可以查一下 也許我沒有拼錯 Priming Sizing 這個動作呢 就是在胚部上面 上一層薄薄的漆 那我記得 我通常是 白色的水泥漆 1 然後水大概是2 我大概是1比2這樣的成分 你也可以厚一點 也可以薄一點 厚一點薄一點 當然就會 底漆的厚薄就會不一樣 然後你會注意到 這個胚部是縫出來的 為什麼 你去永樂市場的時候 你去永樂市場的時候 你買到最快的布是多少 大概150吧 大概就150 所以這塊布貨那麼大的時候 你一定是縫起來的 那誰縫 有沒有市場縫完 送到你這裡 然後接下來才是你的加工 但是注意到 百分之百的存年 我已經強調三次了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他在刷油漆的 不是油漆 水泥漆的過程 一開始這個胚部是很皺的 為什麼 因為我跟學姐兩個人 是不是我一南一北 或是一東一西的時候 我就是放著我就開始叮 我根本沒有拉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沒有拉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根本沒有拉扯 然後再叮 你是想像繃布嗎 應該拉扯再叮 拉扯再叮 沒有 我們就是放在那裡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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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10公分一個 還是學姐呢 20公分30公分40公分 我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 然後呢 現在有沒有發現 上過漆的地方變得怎麼樣 平整下去 有沒有發現 跟遠方的比 你跟這邊比 看出來嗎 沒有上漆的部分還是皺的對不對 上漆的部分是什麼 是平的 是平的 然後上的時候速度要快 為什麼呢 因為它收縮的非常快 它收縮的非常快 看出來嗎 有沒有看出來 對 因為收縮 縮水 縮水的意思 縮水懂嗎 縮水 縮水了 它縮水了 沒有碰到水的地方 當然無法縮水 因為它還沒碰到水 也不是水 它就是水泥漆 調溪的水泥漆 所以你要叫它水也不對 叫它水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是調溪的水泥漆 所以它裡面一定有非常多的水 所以它正在縮水啊 遇到水縮的東西叫縮水嘛 是不是 然後到這邊呢 我都還沒有發現那個嚴重的錯誤 好錯誤來了 這個是後來補拍的 因為我這個影片是兩個影片合在一起 好 就是呢 我們全部漆完了 回頭看呢 這個是原來學妹釘的釘子 每10公分一個釘子 非常乖 它照我說的 每10公分一個釘子 然後呢 這個是學姐後來釘的 每30公分一個釘子 開心就釘 不開心不釘 然後這裡是我救過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裡縮進去很多 我救過的意思就是 我用這裡 我用手努力的把它救回來 因為呢它釘的釘子太少 所以崩起來之後 叫什麼 縮水之後 把那些釘子都拔掉 自動拔掉了 因為我釘子故意釘得很淺 我剛剛不是斜45度 好 我來考你們 為什麼要斜45度 對啊 因為你要拆啊 因為你要拆啊 所以 所以 所以你不可以 不考慮拆台這件事 所以我們一開始釘得很鬆 但是釘很鬆的時候 每10公分一個 這符合我上課講的 一百次 重複一百次的那句話叫做 平均受力 平均受力 就平均受力啊 這句話重不重要 重要 我平均受力我就會把握它不會釘 所以你看學妹釘在那裡沒有釘 都沒有釘 學姐釘在這邊開始發現嚴重的釘 釘的時候我在用手拉 這是我手拉完的痕跡 它本來膝蓋在這裡 它本來膝蓋在這裡 你看看 我已經用力拉了 用力拉完之後補釘 它還是 救過來 它已經縮進去了 因為它把釘子自動拔開之後 它就縮進去了 所以為什麼要10公分一個 所以你看啊 我助理不聽我的話 結果我的crew聽我的話 為什麼 因為做這些事情 大家都沒有經驗 可是 你如果不相信老師做的話 那你可以challenge我 你可以challenge我老師 為什麼10公分一個 我30公分一個不行嗎 當然可以啊 可是結果就是這樣 你回去聽我 我現場都有去解釋 這個是我在為了救它的時候 所做的補釘 可是怎麼補釘 它都不會是平的 然後這齣戲呢 叫有力西式還好 這一塊布 我是拿來做一個大床包 就是我們有一個大床 一個5米多乘以2米多 3米的大床 床包 所以它最後這些東西都會塞下去 可是呢 它違反了我們在做一塊 配布的一個原則 我剛剛有問一個問題 我說 我剛剛問了好幾個問題 對 為什麼用J10 為什麼不用J4 比較寬 比較寬 寬的好處是什麼 好拆 其實好拆是一件事 主要還是平均受力 就是讓那個腳不要集中在一塊地方 不要 欸 關鍵時刻 不要集中在一塊地方 不要集中在一塊地方 這個很重要 不要集中在一塊地方 因為集中在一塊地方的時候 它就容易受力不均 受力不均就很容易出問題 所以還有呢 還有問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用用力拉 崩的時候為什麼不用用力拉 因為你那樣拉 你一開始就把縮水的成分給用掉了 它反正會縮水對不對 那你一開始就把那些東西都 它的鬆分都拉掉了 它當然最後還是會崩得很平 但是你就是第一個浪費時間 第二個那個布會有一點過度收縮 因為你一開始用力拉 就表示那個布會長大 那就變薄了 然後縮水之後又會再變薄 所以就是沒有必要 就是浪費時間 所以你要相信百分之百的純棉 它一定會縮水 我用過混坊的 我用過混坊的真的不會縮水 就是它揍的 就一開始揍 你是揍 用力拉它還是揍 我現在給各位看另外一齣戲 叫 那齣戲叫什麼 福士德 我沒有介紹過對不對 我有沒有介紹過 我有沒有介紹過這齣戲 福士德 沒有 我出了什麼 我出了什麼 忘記了 Sorry 我出了什麼作業 那是某個讓你們移甲亂針 這齣戲呢 就充滿了牆壁 左邊右邊都是牆壁 上面是牆壁 整個都是牆壁 OMG 就它用 左舞台加 右舞台加 天空 把整個戲玉廳封起來了 好 那你會用什麼結構來做它呢 我選擇全部是布 它是牆壁 但是我全部用布來做為什麼 來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全部都是牆壁 全部都是天花板 為什麼 省材料 而且是什麼 青啊 它會很青啊 你很積極 幫我傳給那個 視覺一下 就是 省材料 而且青 最重要的是青 它如果 重 它還有天花板 它還有天花板 所以這裡我用布來做結構 我用布來做結構 我用布來做結構 不是 講錯了 我用布來做表面 那結構我們等一下再看 我用布來做假面 從頭到尾 天花板到處都是布 Everywhere都是布 回來剛剛那個題目 我本來在講什麼 我本來在講什麼 胚布的那一個 所以 在這一次的演出製作裡面 我發現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呢 我以前在念書就知道了 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我們用胚布做布解 你們看不太清楚 好不清楚 其實這裡看很清楚 回去看作業就清楚 其實它很清楚 再關掉兩台燈 幫我一個碼 再關掉兩台燈 謝謝 因為你們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看不見 真的看不見 我知道怎麼辦 來 等我一下喔 所以你們剛剛都沒有看到天花板對不對 看不太清楚 這麼小 這樣總行吧 看得見嗎 看到天花板了嗎 可以了齁 這個看起來很不自然 但基本上就長這樣子 它是一個整個從頭到尾都是 就是牆壁封鎖住 有幾個入口 有幾個出入口的一齣戲 所以如果你問我說 這齣戲跟聲聲的難度來講 我這齣戲比較難一點 這齣戲上面還要漏水 上面要水落下來 然後還有一個很奇妙的投影幕 然後地上還有一個格柵板 然後演員在這邊洗澡什麼的 各式各樣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怪手 這後面有個怪手 我一輩子就做那一隻怪手 那個怪手就從後面伸出來 所以 我就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情 是我可以 這個胚布 因為它是布做的嘛 對不對 它是布做的 然後它是布做的 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以去 在當那個布有一個凹痕的時候 我只要噴水 它就 就平了 如果你這個木頭 被人家戳了一個洞 你通常就要補土打磨嘛 上漆嘛 對不對 沒有 這胚布只要不破 你不小心用手指頭壓到 摸到了 然後凹了一個 凹下去對不對 噴水 平了 神奇喔 你回去可以做實驗 有些奇末之外可以做這一題 叫神奇的胚布收縮術之類的 這可以是一個題目 這可以是一個題目 神奇的胚布收縮 因為它就是這麼奇妙 而且你戳它多少次 它都一樣 直回來平了 這個是它有趣的地方 然後 我如果記得沒錯 以前我們老師還講過一句話 他說 他說還有更厲害 就是說如果那種已經被戳到快爛了 因為苦辱撞上去這樣子 然後整個凹進去的 他說你用非常非常熱的水 我記得它的原文是這樣的 very very hot water 用非常非常熱的水噴下去 平了 我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試試看 好 那胚布呢 差不多講到這裡 再來呢 Value我剛剛說是什麼 記得嗎 天二龍 用在哪裡知道嗎 我們所有的masking Boulder leg Boulder leg Tab 幾乎都是用Value 這是世界上的一個標準 但是也有其他選擇 譬如說 Velvet Commando Dulverting 很難唸 這幾個東西呢 在世界各國也都有賣 就是很多的布商也都有賣 因為它比較便宜一點 或是怎麼樣 那Value算是天二龍 算是比較貴的 因為它有個好處 因為它絨布的絨毛 比較不容易反光 也就是說如果燈光不小心照射的時候 它是比較吃進去的 可以把光吸掉的比較多 反射的比較少 所以你不會容易看到masking的存在 所以他們喜歡用Value 原因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就是記重的方式呢 這個我沒有打算講 但是我讓你知道說 公字跟音字在計算 布的厚度的時候 用的不是 用的不是布的厚度 用的是重量 這句話有人聽懂嗎 就是我要形容這塊布有多厚 用的不是這個布用油表卡紙去量它有多厚 而是用它的單位面積的重量來形容它的厚度 有興趣可以把這句話記下來 那公字當然會用每平方米多少克 這個因字的話呢 它會是每一個線性碼乘以 每一個線性碼乘上這個寬度 所具有的磅數 那 反正因字呢 因字你在計算它的時候比較不清楚 通常就是磅 這個在公音字的國家都自己想的很清楚 反正你就 如果真的要對照 你就必須去對照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一個音字的國家買了一塊布 它用的是前面的音字 那你要換成公字 就是把它換算成每平方米多少克 這個 注意喔 這個東西代表厚度 為什麼 為什麼不直接用油標卡紙量 為什麼不用油標卡紙量 我剛要送光了 沒有它有送光 磅數就是重量啊 答對了 哎呀沒接到 因為布用油標卡紙在量的時候 是不可能準確的 它一壓下去就扁了 就這麼簡單啊 你說老師這個題目也太簡單了 對就這麼簡單 理由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用油標卡紙量是量不準 我說老師那我用力夾緊啊 用力夾緊它夾扁了沒有錯 可是你沒有把它實際的厚度表現出來 那實際的厚度 更客觀的方式就是重量 重量是很客觀的 都是天二龍 你也是天二龍 我也是天二龍 我比你重我一定比你厚啊 天龍啊 你是天二龍我也是天二龍 我比你重我當然比你厚啊 同樣的一平方米啊 有人懷疑嗎 不用懷疑 這是一定的 除非你講的是不同的材質 哦 這個是絲綢 這個是天二龍 那這沒辦法比 那你就絲綢要比絲綢 天二龍要比天二龍 胚布要比胚布 那你聽懂嗎 胚布也是一樣的做法 胚布的厚度 你去問 你去明天就打電話去永樂市場問 明天就打電話去那個 迪化街 不是迪化街 永樂市場 那個叫什麼 壁滑街夜市 你就打電話去問 布市你去問說 老闆 你的胚布 有沒有厚的跟薄的 有有有 你要多厚的 老闆跟你說的是磅數 他跟你說是12磅 什麼8磅 5磅之類的 他用的是磅數 然後那磅數指的 概念上是厚度 但是他必須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方式來表示 就是這樣 再來一個是 這幾個英文字 我上次有稍微touch到一下 這幾個英文字 FR代表flame或是fire retardant 有印象嗎 有沒有印象 好像所有人都失憶了 上完課如果沒有複習的話 的確很容易忘記 retardant 不是fire proof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劇場裡面做到真正的fire proof fire proof是防火 你說我們的防火木能不能防火 某種程度是防火 但是你要真的燒 它是燒得起來的 你燒很久它就燒起來了 所以一般我們反而比較習慣用這個字 叫fire retardant FR 然後我上次說這個fire retardant有好幾個不同的等級 IFR呢指的就是inheritantly inheritantly fire retardant 然後上次我還寫不太出來那個字 inheritantly ifr 那ifr之後呢就表示說這個是天生的 天生它就是防火 什麼意思 它的化學纖維不是我們一般的化學纖維 是一種特殊的化學纖維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anyway他們廠商發明很多化學物質 然後去支出那塊布 那塊布本身天生就防焰 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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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百分之百防火是做不到的 然後 defr是什麼呢 durable durable 是指說它的防效期限比較久 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的意思是 我上次應該有跟你們講過 我說我們的部幕都有防焰 但是我們部幕的防焰是靠什麼 泡藥水 然後我又說了一個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會泡藥水 還有一個東西會泡藥水 對啊慢了一點 算了先這樣 你不要吃太多我怕你胖 先這樣 對啦沒錯 都答對了 剛剛你們一人答對一個 就是一個是部幕是靠浸泡藥水來防焰 一個是我們的腳材 是靠浸泡藥水來防腐 那個是防腐 就是怕白蚁 所以這種浸泡藥水的東西 代表它有什麼 期限 它有期限 所以一般我們信義廳的部幕 十年要換一次 你知道嗎 現在知道了 都是錢 你知道整個信義廳的border leg border leg RP 黑砂白砂整套換完 你知道整套多少錢嗎 一百多萬 我做過一次啊 我剛來學校前兩年 我在展演中心 我就買過一次 買過一次 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全部換完一百多萬 然後多久換一次 通常十年 十五年 因為為什麼要換呢 你不換的話它已經不放驗了 我說老師那我送去浸泡藥水 好那你就送去浸泡藥水 看有沒有人要幫你浸 它是什麼時候浸泡藥水的 它是在還沒做成border leg之前 就泡過 然後再來做border leg 所以你當你做成border leg 要去浸泡藥水 是很困難的 聽得懂嗎 老師那我自己噴 好 那我要花多少錢 hire你去噴這個藥水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通常最好的方法 就直接換掉 直接換掉 對啊搞不好你們可以發明一種技術 可以這樣很均勻的把藥水噴上去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很細節的問題 好 那 不問問的部分 我最後還想講一個東西 講完之後我們休息一下 你記住這幾個公司 來 Rosebrain Garrett 我不知道我明年錯 Garrett 可能是Garrett Shotex JC Jore 這四家 全世界最大的四家布幕公司 都有website 歡迎去逛逛 譬如說我今天會出一個題目 請在這四家公司找一個 鯊魚尺 黑鯊 12米寬 我亂講 14米寬 然後8米高 請找一家最便宜的給我 然後要找到他的報價 他會有報價 他網路上有報價 網路上就可以查到報價 然後我會給你一個長寬告 讓你去找之類的 因為 你就說老師為什麼要國外的 對不起 國內的布幕廠商都是做窗簾的 聽到好不好 國內的廠商做窗簾 譬如說你要買Valure 真正天而龍 你還是要買進口的比較好 然後我們以前有一次我去 我去做一個標案的評審 然後我記得那個廠商 他們要先送布樣來 那個布樣打開來之後 那個紅色的絨布 一打開來呼籲 就開始掉一堆那個 Handy的類似那樣 你們要記不記得 哇那好便宜喔 好便宜好便宜 然後那個誰 那個設定書 哇好開心喔 超便宜的 我們要做蝴蝶木了 我們掃了幾次 對 那就是便宜的布跟很貴的布的差別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這四個廠商出的布你可以信賴 那如果是來源不明的 你就要真的拿到樣品 然後搓一搓揉一揉 然後感受一下 我講個故事給你們聽 我是不是說我剛來展演中心 剛到學校前兩年在展演中心 然後我第一個大的標案就是 我要辦一批布木採購 然後廠商送了一個 就得標的廠商 他們就上網禁標 禁標懂嗎 禁標 那他得標了 得標的時候呢 他得標前 他有送一個 一本布樣來 就說這個是Bolder的 這是Lag的 這黑衣紗白衣紗布樣來囉 然後我就跟Leo Leo知道嗎 Leo現在還在展演中心上班 我就跟Leo 那時候他坐我隔壁 我就跟Leo說 這個叫Swatch對不對 這個Swatch呢 我們要把它藏在保險櫃裡面鎖好 不然我們將來可能要因為這樣去坐牢 有沒有 柯文哲現在不是在坐牢嗎 不管 這個跟他無關 跟柯文哲無關 對不起 我只是講了一個很無聊的笑話 沒有人笑 就過了 所以呢 終於有人笑了 我不想講政治 但是 你就等著看嘛 到最後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沒有人知道真相 你去問Leo 然後呢 然後 到了驗收那天 哇 廠商浩浩蕩蕩的 開了一個卡車來 Bolder leg 都是一件一件都縫好的 上面那個綁帶全部都弄好 送過來了 然後我一摸那個布 Bolder leg 我一摸就不太對 我就這布好像薄了一點 然後廠商說 沒有啊這一樣 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 沒有啊這一樣 都叫那個顛管來 那你知道怎麼辦 那你知道那種布樣上面 他說 一平方米多少公克 他也就是個 比如說一平方米四百公克 他就是個數字嘛 那你要怎麼量呢 對不對 聰明的小腦袋呢 就是想的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們不是有教測量儀器嗎 你們大一上的時候 不是有教測量儀器嗎 你知道我 我剛剛說游標卡尺 如果你用力壓那個布會扁掉 剛剛記得這句話嗎 可是我只剩下這個東西 去證明那個廠商偷工減掉 所以我就拿的不是油標卡尺 我拿的螺旋測圍器 螺旋測圍器 記得長什麼樣子嗎 就是一個 一個像C clamp那個樣子 螺旋 這個龍規老師應該都有給你們看過 因為那測量儀器都是我買的 這個啊 有印象嗎 然後就拿這個東西去對它的布樣先 然後租完之後打開 再對它新送來布 厚度差了三分之一 我壓緊 就是壓緊的意思就是我最後 我不知道你們那一次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讓你們親自操作 它後面有個比較細的螺旋 就前面是粗轉 後面是細轉 細轉就是說它真的夾緊之前 你用細轉就可以了 夾完之後兩個厚度差了三分之一 兩個厚度差了三分之一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它的布就是沒有那麼厚啊 全部退掉重來 很硬喔 所以我沒去做了 我現在還在這兒 就是我的原則嘛 因為我如果驗收了一批布 如果不是他當初送來的布一樣 然後最後如果這件事被揭發了 我可能圖利廠商啊 我可能是圖利廠商啊 我沒有對不起 我已經對天發誓 我沒有圖利廠商 所以我證明他這件事情 他送來布是偷工減料的 退回去重來 所以後來又過了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才重新驗收 他這次就不敢了 他就送真的布來 所以我說沒有錯 你沒有辦法很客觀的去告訴我 那個厚度 但是我兩個都夾緊的時候 厚度如果差在上面 我後來夾完之後 我拿給他你自己夾 他就在那邊夾夾 夾了半天 然後就臉黑黑的這樣就走了 就只能走了啊 認輸啊 不知道北一大巨要有這種對不對 理工科畢業的 我就追求科學 我用科學跟他講證據嘛 但他沒有辦法變得過 雖然他這個厚度還是很很大的問號 因為 因為 將來如果你要告訴人家 這塊布是1.3mm 1.5mm 其實通常人家沒有辦法去相信 可是 當一個是1.2 一個是0.8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這兩塊布是不一樣的 調好意思 這個是不一樣的意思 好來 那最後我這邊要講一些Bold Leg的構成 我可以晚一點下課嗎 我是說現在 我講完這一段好嗎 好來 來 有人知道這上面是什麼嗎 綁帶對不對 那上面那個卡其色 有一點土黃色的是什麼知道嗎 不是麻 來 聽好了 我先看紅色那塊布 紅色那塊布的上面 是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先講那一個 土黃色卡其色的東西 那個東西叫做帆布 英文叫Canvas Canvas C-A-M-V-A-S 那個Canvas 跟你們在畫油畫的Canvas 是不是一樣 我不知道 因為你們油畫用的到底是Canvas 還是Muscling 我不知道 這個有沒有人畫油畫的 油畫家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油畫家 幫忙一下 回去幫我查一下好嗎 查一下 那一個布 你們畫油畫的布 到底是Canvas或是Muscling 這是一個好問題 重點是 這種布的支撐 Canvas會寫嗎 C-A-M-V-A-S C-A-M-V-A-S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它在支撐的結構 就是跟我們一般的帆布很不一樣 它會偏厚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這個帆布 平均受力 我現在應該已經講第13遍了 平均受力 我如果沒有這塊布 我只有掉住那幾個綁帶 各位這個綁帶到綁帶多遠知道嗎 記下來 這個綁帶到綁帶世界標準 30公分就是1英尺 1英尺或是30公分記下來 是這個綁帶的標準 你說老師我不能40嗎 我不能45嗎 還記不記得學姐的故事 30 為什麼不能40 為什麼不能45 為什麼不能50 它掉起來就會這樣 它就會真的很像窗簾 聽得懂嗎 這個是實驗的結果 這不是我發明的 這也不是誰說的道理算 而是這就是實驗後的證明 小於30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你可以20公分 你可以25 你可以15公分一個 像打J10這樣一直打 然後缺點是什麼 更貴 對綁死 綁的時候會叫妍妍告奶奶 對不對 拆的時候也拆死 然後又花錢 因為廠商一定可以多charge 好 再來 所以威餅 這個叫威餅 W-E-B-B-I-N-G 我的課很多英文 對不起 就記下來吧 W-E-B-I-B-I-N-G 因為我接下來要講這個字 Gramm-E-B-I-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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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m-E-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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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你講的步邊叫威餅 威餅 然後那個上面打一個洞 然後你可以穿綁帶的那個叫 骸人 那個 tribe 一個小的約我 所以如果你講一個 覆餅 威餅 和平衡 就會看到這個圖 所以你的關鍵字 要打多一點 你可以看到很多登山用品 有的有的沒的 但是如果你打了覆餅 那登山用品 就會不會進來的 你就會看到純粹的劇場 布幕的結構 所以再讲一次 webbing是什么 那个帆布 那个因为web是网子 你们知道web是网子吗 现在知道了 web是网子 那这个网子在这里指的是那个加强的布边 那个帆布 它当然不一定是要帆布 但是我们一般最常看到的是帆布 最常看到的材料是帆布 然后grommet指的是上面打的那个 我们有时候台湾叫它鸡眼 你很像鸡的眼睛是吧 我不知道 然后这个讲义的这边有个webbing and grommet tool 这是这个grommet tool 这grommet tool有两种 一种方式是这种半自动的 就是它会有个杠杆 绿色这个杠杆的手柄 然后它会有个类似一个模具 然后它的这个要穿过去的这个鸡眼 是分成两块的 这个去找阿树的房间有 服装组知道吗 服装组有看过吗 然后它有分大小的 所以越大的鸡眼要用越大的模具 这样懂吗 越大的鸡眼要用越大的模具 那这个是市面上买得到的 这台湾也有 只是一般台湾做的这个鸡眼都偏小 但是做一些小装饰 小包包什么的 那我们剧场用的鸡眼稍微大一点点 就是应该还是买得到 好记下来了吗 Grammette Tool 那这个是比较偏半自动的 那有一种是纯手动 就用铁锤敲 其实这个应该是铁锤用的 这个应该是铁锤用的 对铁锤用的 我们一般叫它制具或模具 制理的制 模的话就是模型的模具或制具 这个模具或制具 红色的框框现在圈起来是模具制具 这应该是直接用铁锤打的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微冰 有微冰的这个布木放上去 然后下面一个上面一个 哪个上哪个下我不太确定 这个要亲自操作过一次才会记得 你是说凸的是上面 凸的在上面 是吗 反正那下面有个座 这个座是要把那个凸出来的边 插进去之后包出来 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布夹住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吧 其实我好像也没操作过 但是我一直凭想象 Imagination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每一次要操作的时候 好像都是服装署就帮我做完 所以我一直没有操作过 应该是这样吧 我是喜欢操作的 但是下次有机会找我去操作一下 如果你们进服装署 等一下不能动 尤金老师说他要操作 他要练习操作 他把我叫去 然后这个是这种模具制具的话 就应该是他上面cutter cutter是用来放在有突然的那边 那setter应该就是没有突然的那边 我的理解是这样 到这边可以吗 然后他可以用在这些地方 我讲过这个故事吗 我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这个等一下讲故事 我们下一节课回来讲故事 然后还没讲完 所以绑带英文叫tie line 那个黑色的叫绑带 tie line 会写吗 就是tie 那个带 tie line 一个字好像也可以 一个字 tie line 绑带 那什么绳子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不要它容易坏掉的 就是容易拉断的 强度OK的 都可以当绑带 然后台湾的帮我们做这些 布幕的厂商 我们还是会找台湾的窗帘 厂商帮我们做很多布幕 只是他不是 masking 那他们通常不喜欢这种绑带 因为他们觉得绑带很啰嗦 所以他们怎么做你知道吗 他们这样做 我画在黑板好了 因为这样画很难画 他们会这样做 他们就不打鸡眼 也不给绑带 他们怎么做知道 好厉害 台湾厂商还是很厉害 number one 这是你的webbing 对不对 webbing还是有 然后呢 他找了两个布带 有点强度的布带 这样 然后把这个 放大来看的话 就是这样 他把它缝在 webbing上面 然后打开来 就变tie line 他们喜欢这样做 这样 这也没错啊 绑带啊 看得懂吗 你可以画起来 这他们的方式 就是我也不打鸡眼了 我也不帮你另外找绑带了 我先找好那些带子 那带子有点宽度 当然在一公分左右 一公分左右的宽度 所以你绑上去的不是一种细细的三米里五米里的带子 绑上去的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那种布条怎么来 那种布条不是特别逢的 我觉得那种布条就是 就是可以很长 然后你就可以捡来用的 下次如果有人找到再分享给同学们看 就是不是这种tie line 它就是自己的一种绑带 然后真的是有一个宽度 一公分或是一点几公分的一个宽度这样子 然后替代了这个 刮美跟这个tie line 到这边可以吗 还没讲完咯 再忍一下 旁边呢会收边 这个应该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收边嘛 对不对 都上过服装课了嘛 所以知道为什么要收边 来 再来底部 底部是重点的 不是铁管而已 底部是有特殊构造的 我现在放了三个图 右上角这个是白鲨 就是我们的锯齿白鲨 就是鲨鱼齿 鲨鱼齿白鲨 这个英文字我再给你们一次好了 你们应该都忘光了 Shark's Tooth Shark's Tooth Scream 我在第二次讲这个英文字 也是我最后一次 我以后就直接说 鲨鱼齿鲨的英文叫什么 Shark Shark这个字大家都知道 鲨鱼 加S 然后再加个牙齿 那不就鲨鱼齿吗 鲨鱼的牙齿鲨 其实它跟鲨鱼的牙齿 一点都不像 对不对 鲨鱼牙齿到底像在哪 我不知道 Anyway 可能没有关吧 这是我们剧场 全世界 你到哪里都一样 到美国 到欧洲 到大陆 到台湾 都是用这种 因为它效果最好 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刚刚讲 那几家厂商都有卖 每个人都有卖 那 这个是鲨鱼齿鲨 那这后面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这后面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好 它有个名字 来记下来 它的名字写在这里 叫做Pipe Pocket Pipe是管子 管子的口袋 管子的口袋 Pocket Pocket就是你的牛仔裤 上面那个口袋 也就叫Pocket 那 为什么叫管子的口袋呢 因为它是用来穿管用的 好 为什么要穿管 绷紧 因为这个袋子很有作用 这个Pocket很有作用 这个袋子用来放Pipe 然后Pipe是长条形的 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个袋子 来让这个布木被往下拉扯的力量 是平均受力的 14次了 我有在Count No.14 那是我们学期末 如果没有100次的话 我们这门课就没有完成 所以你要逼我拼命讲平均受力 可以吗 15了 这样好混 Pipe Pocket 记下来吗 那Pipe是管子 然后在这里呢 有兴趣的同学呢 我们来再学一个英文字 美国人叫这个吊杆叫Pipe 它也叫Pipe 这是粗的Pipe跟细的Pipe 英国人叫什么 来知道了 韩国准备好了 不对 Tuber呢听起来很low 像试管 不是Tuber 但是Machinical Tube 有美国人有叫Machinical Tube 就是我们在焊贴的转 有人知道英国人叫什么 那个我们吊灯具的那个吊布木的杆 就是我们叫美国人叫Pipe 英国人叫什么 很难喔 这一句真的很难 要送两个 这太判难了 我没讲我没有会 我去换一招 叫Batten B-A-T-T-E-N 叫Batten 记下来 Pipe等于Batten 所以你到英国到美 你到英国的时候 他讲Batten 而且你知道他们把T又吞到那个 吞到红里 Batten 他不讲Batten 你们知道吗 他们喜欢把那个音吞掉 不对啊 美国人会吞掉 是美国人会把它吞掉 英国人好像会念出来Batten Batten 那种英国发音的 然后美国人就Batten 这里不是板条啦 这里不是板条 这里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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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他们会这样称呼那个Pipe 那英国人叫Batten 美国人叫Pipe OK 英式跟美式的英文有些差异 而且这个很有趣 其实我后来发现Theater有T-R-E跟T-E-R两种 但是呢 好像不能说英国一定是ER 然后美国一定是RE或什么 其实发现两边都混着用 所以到底是RE还是ER都可以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不太容易去区分那个地域性 好 这个是Pipe 然后这个叫Pipe Pocket OK 那英国会不会叫Batten Pocket 我不知道 这我不知道 然后呢 这边另外有一个英文字叫Skirt Skirt呢 其实很简单 这是个简单的英文 Skirt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Skirt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裙子 所以呢 他的裙子指的是哪里 裙子指的是这里 裙子指的是这里 这个是裙子 这个是他的裙子 所以他用裙子 其实就是一段延长的白鲨 他这段延长的白鲨 遮在Pocket的前面 那为什么要这个 事后 有人知道吗 为什么要这个鲨 为什么要这个裙子 为什么要多车这一段 跟厂商说他 好 答对了 没起来 答对了 没起来 就这么简单 会比较好看啊 对不起 刚刚是不是有两位同时举手 那你咬一半 另外一半还他好不好 不要好 对不起 我只是开箭很无聊 玩笑不要理我 好 所以 他要多花一小段 那这一小段是算的 那通常呢 我们降到底之后呢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给糖果 就是那个pipe呢 其实有时候 因为那个布木在车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 不管怎么样 他会整个 把地板的那个缝都遮掉 这个是另外一个好处 然后呢 这一题也来考一下 好了 为什么这里会有个缝 有一些pipe pocket的做法是 中间会有缝 有人知道为什么 好吗 糖果 很难穿 很难穿 对 不你不能拿是学长 你这一题是太简单 你做了 四年的剧场 留给学弟妹好不好 很棒 有成人之美 这一题的答案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他有经验啊 来 那个 邱别人跟大家解释一下有多难穿 呃 我们在做壁支的时候 我们要穿一个白鲨 要穿铁碗 然后这个铁碗 因为他们没有这么长的铁碗 所以铁碗是用接的 所以我觉得是边接 然后铲黑胶送进去 然后送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需要 抓着外面的那个布木 然后这样去送他 来 我们等一下做一下这个动作 对 这样 对 要这样送他 对 要这样 对 那很熟 送你 来 继续讲 很棒 他他口齿都很清楚 来继续讲 然后 因为你边送 可是你前面如果没有人去带这个头的话 他其实就会直接卡到布木 然后这个布木可能会被穿破 但是 你可以想像 打断一下 等下继续补充 这个铁碗是3米长 我的布木可能15米16米 你懂吗 所以要接5段 好继续 然后每个段 因为每个段他直接中间都会有卡榫 所以他其实会弯一点 不是卡榫啦 就是接头 通常可能是一个外牙 或内牙的接头 他这个接头可能会歪掉 所以你就是在接的时候 他还会再继续歪 其实没有这个 这个缝的 我们也是穿过 就通常没有缝 通常是没有缝 但是在穿的时候 就是来 我们再做一次 博恩在做一次这个动作 我们就一排人 站在那里做这样的动作 在干嘛 知道吗 我们在穿管子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不是在做什么好玩的事情 他们在做一件很难玩的事情 就是在穿管子 了解吗 我好希望这段可以录进去 没关系你们再帮我画图 好 我那个出一题作业 请画一下 刚刚老师跟博恩做的动作 画成GIF档 哇这个很难 叫GIF 对啊 GIF 好 OK 到此为止 好了 你不要再做了 所以 所以很难处理的时候 有这个缝是好事 你可以从中间开始穿 了解吗 好 那如果这个管子 是没有牙的怎么办 来博恩考你 没有牙的 没有那种街头的 我之前这个没有牙 他们就是直接中间 放 然后再缠黑胶 其实就是随便 其实你直接缠黑胶都可以 你黑胶缠的够多 你还是可以用 然后拔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中间会歪七扭八 但是通常黑胶缠的够多是可以的 不要忘记 剧场的两个好朋友记住了 黑胶跟什么 黑胶带跟什么 束线带记下来 剧场常办 家人你就出去做crew对不对 你就带了黑胶带 带了束线带 你的head就是你的TD 或你的ME就会碍死你 记下来吗 你身上就被子啊 为什么 因为他解决问题的时候 黑胶带束线带就是 最快的 好 这是剧场的好朋友 好 那 这个是一般的布幕 这可能是天幕哦 这可能是天幕哦 他写的Maslin Drop OK 突然回到一个问题 我刚刚上一期的课讲了 有RP 有SYC 有Backdrop 对不对 SYC常常会用Maslin做 你如果去逛Rosebrain 逛ShowTex 他们的网站 你就会发现 他在讲SYC的时候 他用的居然是Maslin 你看他的原来的Material 居然就是Maslin 他们很喜欢用Maslin 因为Maslin是什么 天然的嘛 百分之百纯棉嘛 它是从棉 去纺织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也爱用这个东西 那Maslin Drop呢 他应该都是缩过水再去车 再去做成这个尺寸的 然后他的 如果没有 没有前面的Skirt的时候 就会长这样子 好 那我差不多到这里 我们休息10分钟 我们11点55回来 可以吗 好 我刚刚说下课要干嘛 忘记了 OK 我刚刚上一节课说要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是个有趣的小故事 我没讲过这个人对不对 胡浩恩学长 这个是差不多11年前 这么久 11年前 2013年左右 然后学长这个人呢 他叫胡浩恩 我来Google一下 应该是有的 因为我每年都要Google他一次 讲到这里就要Google他一次 不是 他是你们学长 他是你们学长 诶 怎么跑到这里来 诶 怎么跑到这里来 诶 怎么跑到这里来 我按错了吗 好啦 那我就看图片就好了 不用图片 要怎么弄呢 开启图片 好 OK 这位学长呢 旁边现在站的都是阿兜阿 阿兜阿听好吗 台语要学一下 阿兜阿 阿兜阿什么意思 外国人 好 那 这个是他 技术设计2 也就是他已经修TD了 的其中作业 好 当时没有那么完整 当时他就是说了一个概念 然后做了一个Sample 呃 你们知道白砂黑砂掉起来的时候 白砂黑砂整面的 Backdrop整面的 RP整面的 掉起来之后会有个什么现象知道吗 拉了之后会有什么现象 会有腰身 会长这样子 就是左右两侧是凹进去的弧 知道吗 我现在知道 Bolder Leg会不会不会 不会 Bolder Leg因为比较小 Leg很长 瘦长的 Bolder很宽的 而且很很矮的 所以你都不会注意到他有腰身 可是事实上 当你用Pipe pocket 或任何方式 试图要去拉成一块布的时候 特别是白砂黑砂这种很稀薄的布料 稀薄的意思就是他可以穿透 可以看过去的 他一定会有个腰身 我都叫他腰身 腰身听得懂 也就是他两侧左右两侧会有弧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我之前在某一节课跟你们讲过 揪揪大琴嘛 那个西安的那个 有印象吗 大琴儿 然后他那个布幕呢 其实四十几米宽 哇 那腰身也会很严重 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通常方法一是什么 方法一是什么 很简单 方法一的答案在这里 方法一的答案在这里 怎么解决 对啊 不然masking What is masking for? 折住啊 所以你就要让你的白纱黑纱 大一点 宽一点 然后咧 然后把lag 遮在他前面嘛 就解决啦 记下来 你不要在那边 老师这个好简单的我不记 我跟你讲 下次再问你还是忘记 你要记下来 你要记笔记 好不好 记笔记是好习惯 你写下来嘛 回去做作业 我搞不好就问这一题 方法二是什么 方法二就是这个 你为什么上下不会有弧 因为上面是绑带嘛 整排三十公分一个绑带 下面呢 pipe pocket嘛 pipe嘛 重量嘛 所以这是两个力量的对抗嘛 上面pipe 标注他 下面的pipe的重量 拉住他 所以他是上下的拉扯嘛 上下拉扯 左右腰伸很合理啊 回去拿一块布做实验 知道吗 你就拿一块布上下绑个筷子 粘个筷子什么的 然后把它拉扯 然后中间就会有腰伸 因为这是 这是布的特性 它是金线尾线的特性 就是它布在支的时候 就是你上下一拉紧左右就凹进去了 这是很正常的 好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呢 它的设计二的其中作业 就交了一个这样的来 这个东西的结构很简单 看得出来吗 这个东西的结构 这个结构非常简单 我讲完这个故事 应该就差不多了 因为故事要讲很久 这个结构是用什么材料 我们看一下 这用什么材料 看得出来吗 我先讲木料 木料用了什么 布的话很简单 布我先讲 布就是帆布 我讲的是 这种帆布就是PVC帆布 不是那种棉座的帆布 它是PVC帆布 PVC帆布上面有grammet 看得出来吗 有那个基岩 有绑带 有timeline 对不对 有grammet 有timeline 都解决了 现在我问的是木料 这个木料的材料是什么 很简单吧 很简单吧 寸二 Excellent 加分 不对 要送糖果 再来还有什么 我们好像只用了薄板 就一分板 不会 不会 因为小面积小距离 我解释完 所以它的工法是什么呢 把甲板切成我要的宽度 切成我要的长度 然后寸二脚材呢 送到table saw 一刀 结束 因为table saw的刀片的厚度 刚好3mm 然后这一刀切下去之后 就有勾槽 那就把甲板塞进去 塞到勾槽里 到这边听得懂吗 所以你看我用了什么工具 table saw 角度切割机 没了 角度切割机 是为了切断 那个脚材的长度 所以角度切割机 跟table saw 切完之后 准备这个材料是不是很快 好 这个工法不是他发明的 这工法是我上课的时候讲的 我说 我们曾经做这样的结构 如果是做景片 或者是做布木的固定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因为它很轻 它很轻 可以同意吗 它很轻 第二个它的结构 其实很强壮 对于抵抗左右弯曲 布木弯曲这件事情 左右的强度是够的 他唯一的目的 是要抵抗左右的 我刚刚讲那个腰身 那个弧线 然后胡浩恩呢 就把这个想法 做了一个扩充 因为当初 这个东西有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T-Joyst 讲故事 白头工女画当年 写错了 Joyst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找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这个叫T-Joyst 它在建筑工法上 你刚刚邱伯源说的也没错 你要用9mm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你用9mm的缺点叫什么 就是你要画三刀啦 你要画三刀 就差别在这里 那这种东西呢 在室内装潢的时候很好用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速成的 可以做出不用承载很重的重量的量的一种方法 它是一个量的概念 所以这个T-Joyst呢 就是有大有小 有宽有窄 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 反正呢 Yale School of Drama 有教到这个东西 我就拿它来用 我就在上课的时候说了一下 然后呢 我说我们在固定它的时候呢 就是一片一片的搭接 可是我还用十孤杠去锁它 十孤杠知道 十孤杠搭接完 然后十孤杠锁它去 它就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小天才呢 他就说了一个说 他想要做这个 当中它是其中作业的题目 所以他就用鞋带 它的材料就是绑带鞋带 你叫它timeline也可以 你叫它鞋带 shoelace shoelace就是鞋带 也可以 然后在上面钻了那几个孔 那几个孔是我们的T-Joyst没有的 那个绑带是我们T-Joyst没有的 然后这是它的其中作业 然后它的期末作业呢 当然就很经常 他期末作业做一个 要看嘛 要看它的期末作业 看一下学长期末作业 期末作业呢 我应该是有 我希望我有放在这里 对 这是它的期末作业 那其中作业跟期末作业差很多 好 这就胡浩恩 14年前 2010年他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 大二或大三 有点忘记了 然后他念巨色系的理由 就是他因为他看KA 卡 然后他喜欢X-Japan X-Japan知道吗 靠 你们现在这个年代我都不知道怎么上课 我在那个年代他们讲X-Japan我听不懂 现在是 我现在跟你们讲 什么叫X-Japan 没有人听过了 哇死定了 你们真的都只剩下那个小抖音 小红书小抖音 好不好 就是一个日本很厉害的 应该是重金属乐团吧 没错 重金属 20世纪末 对啊 20世纪末 你们还没出生 是吗 应该都看过了 反正很红啦 好不好 很红就对了 怎样 怎样 跟我讲 就是之前Twitter感觉X-Japan 他们有在爆 这样听起来不是好事 好了他们以前很红很红过 你们的 我刚讲的就是胡浩恩那几届学长姐 哇 听到X-Japan就是 你知道就那个反应 我就不用学了 那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念巨色系 你知道很好玩吗 可是那时候我也还没开始做演唱会 我都还没有开始做 都不知道演唱会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做这个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他的期末作业 然后上面还有就是两座Tower 这样前后的轨道 然后又加了一个旋转 然后这个旋转完之后呢 来注意看 让我们看下去 还可以这样 所以X-Japan都弄成这样的话 应该是很酷炫 好了 Anyway 这是他的期末作业 好 那他的期末作业 听起来就稍微比较简易一点 那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过了两年 有一天你们Semi老师呢 他那时候是系主任 他就通知我说 金元你们那个TIP要比赛了 我现在也顺便跟你们宣传一下TIP 就是你们知道WSD知道吗 世界舞台设计大展 这次要在 阿博 不是 杜拜那边的一个什么 什么地方 忘记了 杜拜的Somewhere 有一个世界舞台设计展 2025年 2025年 可以预约了 先存钱 然后 系上会补助一些 补助的额度 这系上公告为主 你可以去杜拜度假 OK 然后你可以去参加世界设计展 但是这一次的心锐设计师好像规定 你要毕业大学毕业之类的作品 才能拿去参加比赛 但是 他有一个属于TT组的比赛 TIP 干嘛 听到TT组不服气是不是 这样好像不好找 我找这个好像比较容易一点 等一下 WSD TIP 不是啊 好啦 这是当初你看我还贴出他这个 这里这里 就是 不是 这是2022年了 好啦 你们回去自己搜寻 WSD 关键是WSD 然后或者是世界剧场 这个国际剧场组织 知道这个总部在我们台北吗 总部在我们台北 国际剧场组织 也就是算是WSD的主办方之一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个TIP TIP就是Technical Invention Prize 就是技术发明奖 好 然后那时候呢 他就是第一届 然后那时候我就写了一封email 给所有 那时候还早期嘛 所以我就是主修过TD的学生 大概二十几封email 就是同时寄给二十几个学生 说Semi说啦 有TIP Technical Invention Prize 有兴趣要参加 如果有问题可以来找我啊 如果不会写英文也可以来找我啊 然后都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理我 二十几个TT组织 没有一个人要理我 他理我了 然后他就写一封email回我 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拿这个作业去比赛 我说可以啊 欢迎啊 他就拿这个去比赛 然后说老师 可是我不会写英文 我说 好 不会写英文 没关系好 那我说你先写个中文的稿子 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你的作品厉害在哪里 他就写了一个中文的稿子给我 上面有三个优点 一 怎样 二 怎样 三 讲完了 那当然有一些优点 是本来这个东西就有了优点 比如说材料啊 比如说制造容易啊 这个本来就有优点嘛 他写了三个优点给我 然后我就把它改写成英文版 你知道我写了几个优点吗 我写了八个优点 故事听过了 我写了八个优点 八个优点 因为我在演艺班讲过了 啊 怎样 你已经刚刚写到自己拍了 对 重点就是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嘛 他写的那三个优点 我都觉得稀松平常啊 所以后来写了五六七八 四五六七八都是我自己掰的嘛 就是反正就是尽量把它 我问你啊 就跟你去卖锅子 你去卖微波炉 你去卖什么 对不对 你去卖东西 本来不怎么样都要讲得很厉害啊 就这意思而已啊 不是吗 然后继去了 好不好继去了 然后后来呢 他就拿到了当年的第一名 金奖 第一名哦 那张照片呢 就这样 然后时光飞逝又过了几年之后呢 他毕业之后就是带云门吧 云门啊 何小梅舞台 他做舞台的比较多 他做很多舞台的TD 然后我一直逼他说你要出国念书啊 你要出国念书这样子 后来他就 2016年左右吧 他就突然跟我说 老师我真的想出国了 我说好 那因为英文真的不好 他的英文是 我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对他不敬 我认识他是学生的那个年代 他是我认识过英文最烂的学生 那这样不用说很烂 就这么烂 然后就英文真的不好 但是造门 就每个人都有造门 比如说我的造门是什么 我好像没有造门 好像 我要想一下 我要想一下 每个人都有造门 好不好 来 恩琪你的造门是什么 一定有的啦 每个人都有造门 你没有 你没有 他也没有造门 你看没有造门的很多嘛 Anyway 他的造门就英文 他还不错 整体都不错 就是造门是英文 然后我就说 那你要想办法把英文弄 所以后来他就 他就说他要去西雅图 去一个技术家庭 就去念语言学校 我说那你去那边 英文就会变好 后来发现不是耶 他去了那个技术家庭 是一个华人的教会的家庭 华人的一个教会的家庭 因为教会他是教会的嘛 所以就比较容易找教会的 他就就就 我说那你这样 那没什么用吧 你们在家里应该都讲中文吧 然后就 他过了没几个月 两个月不到 然后耶鲁的所长 就是我以前的老师 突然有一天协议面问我说 他说Eugene 因为他的前面2015有一个学姐 你们第一 我等一下介绍学姐 学姐没讲过对不对 也讲过了 靠 你下课 你先下课 所以就学姐2015就去了 你要看我没有讲不一样的 不一致的地方 你要揪出来 学姐2015就去了 所以他就问我说 那学姐真的不错 所以是不是 是不是再推荐一两个学生来 我说有个不错 他现在在西雅图 但是我要先跟你讲他英文很烂 他说没关系 那我们就E-mail 全部用E-mail 我老师也不会FB 他全部都是E-mail 人家在一封去一封来都要很久 他就说 那没关系 反正我们会帮他interview 就安排一个interview 我不知道他是从西雅图飞到 东岸还是用video conference 我也不知道 2017 2016年应该有video的吧 你说用video video 没有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video的 另外一个故事 就视讯嘛 面谈啊 因为你进一个学校你要面谈 你们都是面谈进来的不是吗 哪一个不是 来 赶快说 哪一个现在不是面谈进来的 都是吧 不一定 应该都有 都至少有video 那面谈完之后 我们老师就真的写一封信回来 他英文真的蛮烂的 就这样 所以他那年没有进去 他本来是有机会直接 有点像是插队你知道 他没有申请 他还没有申请 他知道英文不好 所以他没有申请 然后老师呢 要我推荐一个 我就推荐去他 然后算是插队 然后去做了interview 然后interview完就英文不行 他说那可能要真的等明年 所以他第二年再申请就上了 所以他2017去耶鲁 2017去耶鲁 然后他现在在国家剧院工作 你们可以密切注意一下这个学长 如果去两天院遇到他 呼喊他去学长 要叫亲切 好学长 我是你学弟 你要很亲切 这样知道吗 好 然后那个学姐呢 2015第一个去耶鲁的学姐 你们班没讲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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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个吧 介绍一下 这位学姐呢 也是TD 所以第一位去耶鲁的学姐 好漂亮喔 我也觉得 蛤 蛤 什么 什么 什么不漂亮 这位学姐我介绍一下 哎呦 这位学姐我介绍一下 他比较低调 所以我在脸书上都不能tag他 你知道有时候美女 都比较低调一点 听懂我意思吗 不然你有时候会遇到那种 很奇怪的人类之类的 所以他脸书也不公开的 基本上不公开的 那学姐呢 差不多2010或09毕业 他比浩恩大了两届吧 应该是两届 然后呢 他也就是 毕业之后差不多常常当我的助理 或者是接很多案子 freelance 自己做TD 都有 然后2013年左右吧 我那时候就跟他说 你真的要出国念书 但是他最后一个工作是 高雄有个大东剧场知道吗 高雄有个大东剧场不知道记下来 大东啊 高雄的大东算大的 大东剧院 然后高雄那个大东剧院的最后2015 能够顺利还空跟他有关 因为他最后就是 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 所以里面所有的剧场的专业设备 是他画的图 就你可以想象他可以把整个剧院的 从悬吊到升降到他所有的这些设备 都是他画的 当然有参考很多国外的 包括跟厂商合作的不管怎么样 这个行业叫 这个行业叫Theater Consultan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叫Theater Consultant 就剧场顾问 那当时他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会走这个 我不知道他最后会走到这一条路 因为你说要做TD的就是你可能会想到盖布景 做做舞台机关 做做迪士尼 对不对 我有跟你讲过迪士尼 对不对 做做这些东西 那你可能不会去想到说 那你还可以做什么 你还可以做什么 Field Consultant 所以他去耶鲁念书的时候 当然就什么都要学 汉街 可是他学校都学过 因为把这边的大学部都当研究所在教 所以汉街也会 什么都 木工都本来就很娴熟 像我去耶鲁的时候 我是TD开始学的 那他去了就什么都会 所以很快就Outstanding 老师也很称赞他 然后后来他的第一个工作在这个公司 叫Theater Project 很巧耶 就前几 上上礼拜吧 我做那个永续论坛的时候 有一个 这个可以记一下 叫很有名的一本书 叫Theater Green Book 讲完这个就下课 Theater Green Book 知道吗 Theater Green Book 应该是两个字 这个是 讲永续的话 这是英国是第一把交椅 Theater Green Book 然后他们发展了一整套系统 就是说怎么样让剧场这件事情是环保的 是永续的 是不伤害环境的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Theater Green Book 然后遇到这个书的作者 我们在永续论坛相见了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Theater Project 这个公司 我就说我有个学生 我有个学生在这边上班 然后呢 然后我就翻Google给他看 然后就翻到 他讲的Theater Consultant 这个Theater Project 这个公司的老板 创办人 去年刚过世 90岁过世的一个老板 然后他跟他的合照 我就翻出来第一张照片 他跟他合照 然后就说 这就是我讲的创办人 这就是我学生 这世界好小 对不起 刚刚讲都是英文 就这样 很有趣吧 算了都没有人觉得有趣 讲的那么累 没人觉得有趣 我现在要讲一个重点 Theater Consultant 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业 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 这段不知道该不该录进去 也就是魏武营 为什么盖了那么久 为什么台北艺术中心的椅子 这么难坐 去坐过吗 去坐过吗 这些其实都是Theater Consultant的工作 这样听得懂吗 从椅子 从观众席到舞台上 所有天上悬吊的 地上会升降的 这都是Theater Consultant 这当然很TDR 这当然很TDR 这不会是服装组的工作 这不会是灯光设计可以学到 灯光设计可以有一部分 但是这里面involve最多就是TDR 所以通常会去做这个行业的很多 有一半以上可能是TDR 不能叫转行 就是TDR延续 延续他们的这个职业生命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 叫Consultant 对不对 Consultant什么意思 顾问 Senior什么意思 Junior什么意思 初级的高级顾问 他进这个公司两年三年就升到高级顾问 很厉害 他现在已经在那边长期定居了 他已经拿了一个绿卡 在那边长期定居了 然后他就 More than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atre production mechanical design engineering he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算了不要念了 有兴趣可以回去自己看 反正 这不用多说 这是TDR未来的一个可能的行业 所以我们也可以做TDR 可以做演唱会 做mechanical design 可以做这种theater consultant 我有跟你们讲过的故事吗 就那个冯布木的 就他 我跟那个学姐冯布木就是他 真来真去 对对对 就他 同一个学姐 同一个学姐 好了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 12点19分 我们下礼拜 剧场做对不对 下下礼拜我请假对不对 我请假一个礼拜 我请假一个礼拜 然后在下下下礼拜 我们要交期末作业的题目 题目都已经上传了 不要假装忘记 你们三个礼拜可以思考 不是啊这个也要做作业啊 帮你们修个屁啊 对不起讲脏话了 帮你们修个屁啊 你们三个当然你修这个要做作业的 做初级的就像这样的作业都可以啦 在TIP那个TIP是你们演绎的作业跟这无关 我以为上次是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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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去看我都作业都上传了 题目都上传了 期末有作业的 三选一哦还让你们三选一哦很简单哦知道吗 下下下下礼拜上课 然后那天我们上课就会直接每个人的作业会打开哦 威胁你们会打开来看哦 然后每个人作业会被大家看哦 好不好 三周后见 拜拜